女主意外穿梭八百次 每次都因死法与小说结局不服陷入轮回 崩溃的女主想要自杀 系统只好送给她一个金手指 求她再演最后一遍 这个金手指外挂就是 吐槽就变强 只要女主每天定式打卡吐槽一遍 就能获得不同的丰厚奖励 然而坑爹系统没说 男主们可以听到女主的心声 包括女主所有吐槽内容 就这样女主第八百次重走小说剧情 她坐在轿子里回忆过去 身为当朝宰相敌女 女主夜清晚 从小就被当成未来的皇后培养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只可惜瞎了眼 偏偏看上那个看上去与世无争 实则腹黑霸道脚弄风云的九王爷 婉婉的任务就是一直作死 撮合善良的援助女主和九王爷修成正果 等男主登基为帝 女主成为皇后 婉婉作为恶毒女配 被女主杀了几天 然后从这本傻白甜立志小说《李公成身退》 小说第一章 婉婉来到叔叔门口 皇家叔叔先生是当朝太傅 年纪不大却位列三公 是个狠角色 婉婉来得太早 叔叔李空无一人 他打了个哈欠 想试试金手指好不好用 于是发动吐槽技能 等会下课了就要主动现身九王爷 结果被当众嫌弃踹下马车 都八百次了没完没了烦死人 老太傅不会又教论语吧 他才二十三岁不到啊 风华正贸易表人才 说不定还有八块腹肌 怎么成天知乎折眼 跟他腹黑狠辣的人设完全不符好吗 难怪同龄人孩子都打酱油了 他还是个单身狗 吐槽完女主长呼一口气 真是太爽了 就在这时系统盯的一声提示 打卡成功 这次吐槽奖励婉婉技能点加二 美貌值加二 还有财富黄金一百两 天降横财 婉婉拖着下个盘算 这一百两黄金该怎么花 没过多久 他便想到了一个好去处 青楼老早就想去一红院逛一逛了 这笔钱真是及时雨啊 接着婉婉又将技能点兑换了一个金钟罩 等会被踹的时候用得上 就在这时赴黑太傅终于来了 婉婉以为他又像以前一样拿着论语 没想到定睛一看 男人手中拿的竟然是西香剂 皇家叔叔讲西香剂 老太傅今天脑子漠不是进水了 下一秒太傅蹬蹬蹬迈着大步 静止走到婉婉面前死死盯着他看 婉婉被男人盯得有些脸红 他怎么这么看着自己 难道他知道什么了 半个小时前正在书房读书的太傅 突然听见叶青婉的一大片吐槽 当听见女人说他呆板起赴黑 成天就知道知乎者也 太傅将手中的论语拍在桌子上 整个人身形猎切差点没站稳 叶青婉还擅自猜测他到底有几块腹肌 太傅怒不可遏 拿起西香剂就要找叶青婉问个清楚 然而真的面对婉婉时 太傅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婉婉继续在心中默默吐槽 这新黑的老太傅没事瞎转有什么 他要是真知道这里是小说的世界 那剧情从头就要崩了 我就更加回不到现实世界了 烦死个人 太傅不知道婉婉口中的小说世界是什么 难道是画本 他瞬间意识到 难不成自己所处的世界是假的 现实中太傅一把抓住婉婉的手腕质问 叶青婉 你没什么要跟本官交代的吗 女主穿书八百次后获得吐槽外挂 却不知道男主们能偷听她的心声 偷听到吐槽内容的太傅 抓住婉婉的手让她从事招来 婉婉歪了歪脑袋一头雾水 交代什么 偷看太傅洗澡了是吗 他灵机一动 以为太傅要问他功课 于是乖巧的回答 昨日的功课我已经做完了 太傅见婉婉还在装 决定毫不留情的戳穿 他刚想开口 说出来的话却变成了 还算刻苦如此可教也 婉婉微笑着点头 太傅却意识到不妙 他刚才明明想问小说的事 怎么出口却变成了别的话 莫非这些事情还不能往外说 到了上课时间 婉婉故作懵懂 催促太傅快讲课吧 太傅此时的心思完全在小说上 所以叶青婉说的话不是整 这里真的是画本的世界 世间怎么会有这般离奇鬼绝之事 就在这时男主九王爷姗姗矮迟 九王爷刚出场就狠狠瞪了婉婉爷 婉婉被无语住了 今天老太傅和九王爷 怎么都怪怪的 难道是突发恶极 太傅见人到齐了 宣布开始上课 婉婉正经危坐 像往常一样看书学习 终于到了下课时间 婉婉生了个懒腰感慨 今天老太傅定是吃错药了 连上课说话都怪怪的 马上就要进行当街被踹的剧情 婉婉虽然轻车熟路 但心里还是有点紧张 这次九王爷走得特别快 眼看就要上马车了 婉婉抓紧时间进入状态 一路狂奔抓住九王爷的衣袖演戏 用娇嘀嘀嘀的声音喊道 慕云哥哥你等等我 九王爷像见了温神 催促车夫快点走 婉婉演技精湛 情深意切的呼唤 慕云哥哥 我同你坐一辆马车回去 场面极其尴尬 围观群众议论纷纷 这个叶青婉真是无半点矜持 九王爷明明不喜欢她 她还死缠烂打真不要脸了 旁边一人立马附和 可不吗 堂堂相府千金 便是连皇后都做得 何必自点身价呢 婉婉对这些人很不屑 反而希望他们说得大声点 这可都是免费的水军啊 九王爷似乎想要尽快逃离现场 掀开车帘丢下一句 本王今日还有事 婉婉也跟着爬上马车 心想她不会耽误太久 只要九王爷踹她一脚完成剧情就行 她抓住男人的手腕大声告白 慕云哥哥我喜欢你 然后扑进男人怀中见嘻嘻的大喊 你就要了我吧 婉婉的声音响彻天际 马车外的吃瓜群众们听了个真切 太傅站在一旁围观 要不是刚刚听了叶青婉的吐槽 她也要被骗了 不过不得不说 叶青婉真是放得开 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 能屈能伸是个人物 太傅不怀好意的猜测 此时的九王爷 恐怕还以为叶青婉倾心于她 不过这个叶青婉 究竟想做什么呢 莫非这是她所谓的小说内容 所以才需要演戏 太傅不由的想到自己在这本小说里 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这偌大的朝堂势力又会如何发展 着实让人好奇啊 女主意外穿书成为恶毒女配 每天在系统的要求下疯狂吐槽男主 没想到男主们能听到她的心声 书中女主的人设 是疯狂迷恋九王爷的相抚女 如今女主表面上抱着九王爷的大腿 不让她走 实际上是为了推进剧情 让九王爷踹她一脚 高冷腐黑的九王爷大骂婉婉放肆 婉婉心中却乐开了花 这才是男主角该有的样子吗 高冷英俊有厌女症 对除了女主角之外的任何女人过敏 要的就是这个状态 她当着围观群众的面宽衣解戴 缓缓脱下外套娇滴滴的说 我儿是真心喜欢你的 求求你了 九王爷被婉婉吓得连连后腿 婉婉脱衣服的手开始颤抖 女主角怎么还不来 她衣服都脱了 再不来没法收场了 就在这时一个清脆的女生从身后传来 王爷是否是小女子来迟了 说曹操曹操道 小说女主下雪剑及时出现在婉婉身后 婉婉总算能把衣服披上 内心还在暗暗感激雪剑 她要是再不来 自己都没衣服穿了 既然人员已经到齐 婉婉尽快入戏眼计爆发 做出尖酸刻薄的样子质问雪剑 你是谁 九王爷率先一步来到雪剑面前替她回答 下家三小姐下雪剑 本王未来的王妃 九王爷终于说出了这句话 婉婉细精附体甩着袖子哭哭啼啼 慕云哥哥 你说什么王妃 此时婉婉的父亲 当朝宰相也到了现场 看见自家女儿不值钱的扑在九王爷身上 相爷的脸黑成了锅底 藏在角落看戏的太副泽泽感叹 真是一出好戏啊 叶清婉可是宰相独女 相爷本有意将女儿嫁给九王爷 如今九王爷当街认了旁人做王妃 难不成这个无权无视的王爷 想当众让全清朝野的宰相难看 有趣实在有趣 这边婉婉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哭着向爹爹求助 相爷让女儿别怕 先到自己身边来 婉婉却后退一步 离九王爷更近了 爹爹远程为他做主就好 他还等着九王爷踹他呢 离他太远怕踹不到啊 看着女儿在九王爷身旁扭扭捏捏 相爷恨铁不成钢的叹了口气 他让九王爷给他一个解释 高冷的九王爷目不歇视 一句话也不想说 雪剑却扑通一声跪倒在王爷脚下求饶 婉婉看着雪剑哭哭啼啼的模样 心中默默吐槽 哭得如此可怜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才是被退婚的那个呢 不愧是女主戏真足啊 闹得差不多该到自己的戏份啊 婉婉撸起袖子走到雪剑面前 拿出恶毒女配的气势大骂 下雪剑你少在这里装可怜 区区一个无品官的小数女 也敢在本小姐面前造词 我看你们下家是不想活了 接着扭过头之问九王爷 这些时日一直对自己冷冰冰的 就是因为下雪剑对吗 说完婉婉又扑倒在九王爷胸前哭诉 他堂堂向府敌出千金 哪里比不上下雪剑一个无品官的小数女 婉婉的台词十分熟练 饱含深情的说着 他自幼便心仪九王爷 所思所想所作都是为了他 难道九王爷还嫌他哪里做的不够好 他狠狠捏了一把手腕内侧的软肉 逼迫自己挤出眼泪 像个怨妇一般摇晃九王爷的肩膀追问 你说呀你说呀 九王爷没有生气 只是叹了口气 然后把手搭在婉婉的肩膀上解释 我没有说你不好 婉婉被他的态度整蒙了脱口而出 那你喜欢我吗 九王爷回避视线弱弱的回答 暂时不喜欢 婉婉从舔狗进化成超级舔狗 边哭边打转 口中念念有词 那还是他不够好 他配不上木云哥哥 闹了这么久 婉婉三度扑倒进九王爷怀中 现在就等他一脚踹开自己 然后带着雪剑扬长而去 这一段剧情就结束了 然而婉婉等了几秒 九王爷根本纹丝不动 女主意外穿梳八百次 她的任务就是当男主的究极舔狗 还有成为阻碍援助男女主在一起的恶毒女配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男主可以听到她的心声 现实中婉婉抱着九王爷的大腿 想让男人踹她一脚完成剧情 没想到男人纹丝不动 会在一旁的援助女主向婉婉道歉 都是她的错 要不是因为她 婉婉跟九王爷就不会吵架 她现在就走 婉婉回过头对雪剑感激一笑 不愧是援助女主 及时推动了剧情 她松开抱着九王爷的手 拔出王爷腰间的宝剑威胁 夏雪剑你说的没错 都是因为你沐云哥哥才会不喜欢我的 话音刚落碗玩手吃宝剑 直指夏小姐的额头 她佯装要杀了雪剑 激怒九王爷快点把她踹飞 反正她昨天就兑换了金钟罩 怎么踹都不怕 可九王爷根本不按剧情来 她抓住婉婉的手腕一言不发 婉婉即坏了 她怎么会动手呢 以前不都是用脚踹吗 不用怕我痛的 你倒是踹啊 场面陷入僵局 婉婉身至靠人不如靠己 用手用脚没关系 反正只要摔出去就行 她身体后仰打算假摔 没想到金钟罩在此时发动 将九王爷弹飞出锦衣人 砰的一声巨响过后 婉婉看着贪坐在地的男人惊掉了下巴 尴尬了 九王爷好像打不过自己 婉婉冲到九王爷面前 用头撞向男人的大腿 然后抱着男人的腿朝自己肚子上踹了一脚 计划完成婉婉哭着跑远 倒在地上撒泼打滚 慕云哥哥你竟然如此无情 我不活了我不活了 吃瓜群众们再度议论纷纷 相爷千金竟然如此死缠烂打 连女子的名声和脸面都不要了 相爷尴尬的将女儿护在怀中 婉婉假装擦眼泪 实则庆幸的松了一口气 这戏真难言 不过好歹算是糊弄过去了 现在就等着九王爷带下雪剑大摇大摆的离开 这场戏就算羡慕了 女主表面装身情半舔狗 实则对男主毫无爱意 为的就是让男主踹他一脚完成剧情 然而男主能听见他的心声 在婉婉一顿撒泼打滚后 九王爷不但没走 还朝着摊在地上的他伸出手关心动 叶小姐你没事吧 婉婉快要气疯了 这是什么鬼啊 九王爷体贴的蹲下身子 将手搭在婉婉的肩膀上 语气温柔的解释 他不该当众让婉婉难看 虽然现在还不喜欢婉婉 但他跟夏小姐无甚关系 不过是来的路上 他的马车受惊了 自己把他救下来了 夏小姐听闻他的遭遇之后 答应帮他假扮未来王妃而已 婉婉此时心中欲哭无泪 九王爷为什么要跟他解释 他身为男主的冷酷美 这个高冷不尽女色的男主 为什么要跟一个 极度厌恶的女炮灰解释 婉婉盯着九王爷的眼神充满疑惑 九王爷继续说道 如果没什么事 他就先送夏小姐回去吧 婉婉吸了吸鼻子崩溃的墙 这人射崩了呀 但不管怎么说 系统满头黑线 既然婉婉说是那就是吧 从头到尾都在吃瓜的太傅朵 在墙后感叹 这剧情可比市面上流行的画本有句多了 特别是叶青婉 明明嫌弃的都快翻白眼了 还要配合男女主角的演出好惨啊 相爷见闹剧终止 无奈的推着女儿往回走 就在这时一个清脆的男生从身后响起 十王爷站在身后为哥哥解释 其实九哥不是那个意思 相爷对他并无好感 没好气的回答 想来是相府高攀了 日后二位王爷也不必再登相府的门 十王爷继续真诚的道歉 今日之时他定会给相府一个交代 晚晚上下打量着十王爷 猜想他能给自己什么交代 同为配角 他倒想看看十王爷要怎么推动剧情 十王爷亲了亲嗓子强行晚尊 表示九哥对叶小姐还是很上心的 没等十王爷详细说来 太傅忍不住现身插嘴 相爷 下官觉得十爷说得甚实 九爷方才对叶小姐也颇为看过 他的脸上带着看好戏的得意笑容说道 想来九爷只是不满意婚姻大事被人包办 不如让他们自行接触接触 谈话间还不忘用扇子敲了敲晚晚的脑门 晚晚惊了 这个老太傅怎么也来插一腿 女主做了男主八百次舔狗 都没把高冷傲娇的男主搞定 如今男主能听到他的心声 男主九王爷方才带着雪剑离开 太傅就凑上前为九王爷说好话 生怕相爷拆散两人 影响了剧情的发展 毕竟他还想看后面的剧情呢 相爷拉过自家女儿 既然太傅都这样说了 他便忍着一遭 晚晚在心底偷笑 不愧是当朝太傅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马上摆平 真是666 到了晚晚表演的时候 他迅速转变态度陆袭 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请求父亲 不要怪罪目云哥哥 都是他不好 是他太任性了 他这就回家面壁四国 女儿奴相爷被晚晚的态度感动 晚而懂事了知道顾全大局 这要是在以前 以晚晚的性子 必然要一把火将来下家给点了 回到家后晚晚趴在书桌上画王八 今天发生的事 他越想越不对 这个九王爷从出现在书熟的时候就不对劲 但结局似乎还对得上 晚晚心乱如麻 垂着桌子上的王八准备吐槽 可算演完了 累死我了 话说那个九王爷真是废物 连我个弱女子都打不过 说起来还要感谢那个心黑老太傅 不然这是估计还没完 九王爷现在也该到春旭桥了吧 大半夜的也不知道哪来的受惊的马 朝着女主就冲过去 女主也真是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不剩 一顿酣畅淋漓的吐槽结束后 晚晚畅快无比 没想到这次吐槽 系统没有给予奖励 看来这奖励应该是每天一次的 真是浪费唾沫 晚晚百无聊赖 躺在床榻上挖鼻孔 作为一个戏份不多的炮灰女配 没她戏份的时候该干嘛 小说也没交代啊 她猛然从床上惊喜 那是不是代表 她什么都可以干 只要不影响小说主线就行了 放肆的晚晚朝门外飞奔 离红楼 她来了 晚晚没想到高冷男主九王爷 此时就在青楼门外听着女主的心声 九王爷咬牙切齿 叶青婉骂他骂得可真高兴啊 今日去叔叔之前 这奇怪的字眼就频频出现在他脑中 本以为是谁的恶作剧 没想到在马车上 竟然印证了那字的内容 特别在叶青婉与他接触的时候 九王爷明显感觉出来 他是在演戏 虽然演得很真 但只要仔细观察才会发现 一切都浮于表面 根本没走心 九王爷气愤的一拳锤在栏杆上 难以接受叶青婉之前 对她的爱意都是装的 看着婉婉在青楼寻欢作乐 九王爷气得牙痒痒 这个女人一直戏弄他 实在可恶 下雪剑不明白九王爷为何动怒 是想到了什么 还是宫中有什么异动 九王爷回忆起婉婉的吐槽 那些字说下雪剑会被金马装 还说他会奋不顾身相救 抱着雪剑转圈 可是马呢 九王爷盯着二楼的婉婉满头问号 婉婉拖着下巴看好戏 在金马即将出现时倒数 三二一 果然金马在倒数结束后 从桥的那头冲了过来 九王爷下意识想把雪剑推开 脑中却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 他怎么不躲 这个距离明明躲得开 下雪剑呆愣在原地 大喊王爷救他 九王爷收回手 站在原地冷漠的看戏 他倒要看看 下雪剑自己躲不躲得开 在马蹄即将踏到雪剑身上的瞬间 雪剑倒地翻滚 完美的避开了危险 九王爷惊掉了下巴 果然他躲得开 婉婉刚上头的几分醉意 被眼前的阴幕冲散 他怎么没救啊 英雄就美呢 拥抱呢 原来的剧情呢 意外穿成恶毒女配的 他被男主偷听心声 听到完完吐槽内容的九王爷 第一次对原住女主见死不救 没想到下雪剑依旧安然无恙 九王爷此时已经明白 他身处的这个朝代这里的所有人 都只是话本写出来的罢了 他盯着雪剑冷笑两声 本想说 夏小姐别演了 咱们都只是人家笔下的角色而已 没想到脱口而出的确实 夏小姐你没事吧 九王爷根本无法拆穿他 看来小说世界是真的 一旦涉及情节 话到嘴边就会变成其他 已在二楼看好戏的晚晚又开始吐槽 他把后续夏小姐会说的话提前剧透了出来 九王爷惊恐万分 怎么又来 没想到夏雪剑接下来的一举一动 与晚晚口中分毫不差 九王爷不禁怀疑 难道在小说里 他真的会喜欢上这个切入无能 只知道哭的女子呢 九王爷心生反骨 他绝不服从这样的命运 现实中九王爷吩咐随从送夏小姐回去 自己则心烦意乱的离开 行走在吃瓜一线的太父躲在晚晚隔壁包房 叹戏看了个过瘾 他拍着扇子哈哈大笑 原来这个世界这么有趣 从前怎么没发现呢 守在身后的小四不懂太父在说什么 太父盯着晚晚的侧影勾唇一笑 就是发现了一些很好玩的事 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人 小四以为太父有了心意的姑娘 太父摇了摇头 心意还说不上 就是觉得他很有趣 他知道所有人的结局 所有事态的发展 宛若神仙却偏偏不是主角 还要牺牲自己成全主角 太父将自己带入晚晚 不由的发问 他真的担心吗 如果剧情继续这样推进下去 他会不会一直甘之如鱼 扮演一个为人作配的小角色呢 想到这太父吩咐小丝 回府后挑些精美的首饰布料 给叶小姐送过去 他想看看等晚晚享受了主角才有的待遇后 还会甘愿当个配角吗 女主自带系统外挂穿越到一本小说中 却被男主偷听心声 男主九王爷 已然知道自己身处的世界是画本小说 他来到青楼想找叶青婉好好谈一下 要是婉婉真的知道所有事态的走向 那简直比神仙都要有价值 九王爷想将婉婉收为己用 没想到婉婉拒不见客 让小丝谎称自己睡着了 将九王爷挡在门外 九王爷听到包房内的嬉闹声轻轻爆起 生气的甩袖离开 心中给婉婉记下一笔 你既故意躲着本王 我们便且往后看吧 等九王爷走远 婉婉鬼鬼祟祟探出脑袋 确认男人已经离开 婉婉才松了一口气 他不懂九王爷大半夜的 不跟他的夏小姐轻轻无我 跑来这做什么 不过现在已经是他的下班时间 拒绝加班数不招待 与此同时 九王爷的近身侍卫降下雪剑送回府 雪剑身穿一身素雅白裙 声音娇滴滴的向侍卫道谢 惹得侍卫双颊泛红 侍卫离开后 下雪剑的青梅竹马 太医院院判长子 翻墙进入雪剑的闺房 他听闻雪剑与九王爷在桥上 差点被马撞了 她继续问道 那你还查吗 雪剑一改往日的柔弱姿态 语气坚定的表示 查 当然要查 我不信姐姐会跟人私通 他们栽赃他 毁他轻欲 逼得他头颈自尽 雪剑越说越激动 声音哽咽双全颤动 他虽然自幼胆小怯弱 但是关姐姐 就算是刀山火海 他也一定要还他清白 并且他相信 九王爷与他命运相似 必然惺惺相惜 他一定会帮他的 第二天一早 晚晚刚起床就开始吐槽 这个新黑老太妇 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一大早给我送什么礼 搞得我还要回礼 晦气 难道是昨天看到 我被九王爷抛弃 宋礼嘲笑我的 毕竟按照圆珠的剧情 他可是下雪剑的 头号狗腿子 这回我一定要选个 下毒树读下他 丁的一声系统提示 吐槽成功 晚晚今日的吐槽奖励 是技能点加二 美貌值加二 财富黄金二百两 晚晚心智勃勃 将技能点兑换成下毒树 美貌值对换成胸围 下一秒 他的胸脯蓬的一声变大 晚晚颠了 颠分量十足的胸部流口水 要是能把这个带回现代 感觉也太棒了吧 接下来轮到 他给新黑老太妇下毒 意外穿梳八百次的女主 早就对男主们 没了敬畏之心 今天他要给 附黑老太妇下毒 谁让原著中的太妇 是雪剑的狗腿子 还一大早就莫名其妙 给他送礼 害得他还要回礼 然而晚晚的全部心声 都被太妇听得一清二楚 晚晚端着自己特制的鱼粥 带着谄媚的笑容 来到太妇面前 他殷勤的将勺子 递到太妇嘴边 美其名曰 这碗鱼粥 是学生送给太妇的谢礼 可千万不能推辞 太妇满头黑线 生怕晚晚真要对他下毒 将鱼粥接到自己手上 不敢动嘴 晚晚的眼神里 充满了明目张胆的期待 太妇死盯着他的眼睛 没想到晚晚眼神闪躲 这下太妇确定 小丫头骗子 真的给他下毒了 于是洋装咬了一勺粥 放在嘴边吹凉 晚晚急不可耐的催促 老太妇吹什么 赶快喝吧 内心暗暗吐槽 难道他发现了 不可能啊 这谢药不是无色无味的吗 太妇听见晚晚给自己加了谢药 整个人僵硬在原地 他心生一记将碗递到女孩面前 表示这粥味道不太对 晚晚端着鱼粥左闻右闻 根本没发现哪里不对 太妇来到晚晚身后阴阳怪气的白白手 这鱼可能不新鲜 煮出来的粥有点臭 晚晚很是不解 于是他早上刚捞的 怎么会臭呢 老太妇捏着晚晚的鼻子 让他仔细闻闻 甚至咬了一勺鱼粥 凑到晚晚鼻边 晚晚还是没发现一场 老太妇吸睛附体 拖着下巴神色忧伤 难道是他病了 嗅觉出了问题 听了这话晚晚急忙点头 太妇可怜兮兮的将勺子凑进晚晚嘴边 接着趁女孩不注意 塞进晚晚嘴里 刚喝下新鲜的热粥 晚晚还在义正言辞的保证 没问题 于舟很清甜 一点也不臭 老太妇则化身大灰狼 装模作样将勺子 放在鼻尖仔细闻了闻 就在晚晚还沉浸在 于舟香甜的味道上时 他的肚子发出不合适宜的咕咕声 谢耀起笑了 这下晚晚终于发觉他被骗了 他捧着手上的于舟暗骂 柳盛 你大爷的 老太妇洋装不知情 关心的询问晚晚怎么了 晚晚此事捧得肚子身无可恋 解释自己早上吃错了东西 想上茅房 欲哭无泪的晚晚紧急提钢飞速溜走 一个时辰后 好不容易缓过劲的晚晚扶着强举步为奸 老太妇早就在门口准备好了马车 他邀请晚晚一同外出 晚晚本想拒绝 老太妇又拿那碗鱼粥威胁 要不他也给相爷送去尝尝 没办法晚晚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上了马车 而他们此次的目的地 正是锦衣卫地下监牢 女人穿越成小说的恶毒女配 必须演完整个小说才能回到现实 而男主还带他来看死尸 吓得他两腿发软 太妇连忙扶住他 这时站在一旁的两男人开始争吵不休 是你下毒杀了柳 你少血口喷人 夜清晚看着这两人 一个是梁远侯的儿子 一个是永安侯府的三少爷 都是秦楼厨管的常个 仗着家里有点势力 欺男霸女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听这意思 梁公子和永安侯爵三少爷 是因为这个被毒杀的继子柳起了龌龊 能吵到把太妇请来的地步 想必是双方都没有确凿证据 所以锦衣卫才无计可施 想着 这俩人倒是有意思 原著小说里压根没他俩的剧情 倒是会给自己加戏 当年你跟下家那个庶女干的龌龊事 你倒不知道 听到这里 夜清晚一惊 莫非当年女主姐姐被乌清白 最后被逼投合自尽一事 原来是你压干的好事啊 原著小说可是到最后 都没有明说是谁干的 你藏得够深啊 这时 太妇又开始逗他 这需要本官给你引荐吗 他秒遍深情 不必 谢谢 我心里只有沐云格格 要不是知道你的秘密 还真是信了你的钱 太妇言归正传 要不你看看 他是中毒死的 你不是很会下毒吗 看看他中的是什么毒 夜清晚很想给他的大尔巴子 我堂堂向府千金 跑到这阴暗的地牢 来给你当工具人 就很离谱 没办法 还是强忍着 极不情愿地掀开了果实布 尸体面部 颈部 还有大腿上段内侧隐私部位 呈纤红色 特别是全宫 壮丝樱桃红 是中毒 又问 昨夜屋里有炭火 天气这般冷 自然是有的 门窗紧闭 夜清晚继续问 可以确定吗 是一氧化炭中毒 旁边的太妇一脸猛逼 一氧化什么 就是一种有毒气体 一般在炭火燃烧的时候 会产生大量这种有毒气体 夜清晚不停地比划着 若是环境密闭 不通风的话 很容易大量吸入 导致中毒 太妇感叹到 还有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可旁边的男人听不下去了 你少胡说 什么有毒气体 一个小女子 不懂就不要瞎说 另一个男人立即反驳 怎么就胡说了 那不是有毒气体 你说是什么 一言不合 两人便干了起来 随后夜清晚指着她说 你不信是吧 行 那我证明给你看 怎么证明啊 绑上众人一愣 怎么绑 那可是梁家公子 这时 太妇直接吩咐 按夜小姐说的做 随即 梁公子就被五花大绑了起来 还被夜清晚堵住了嘴 随后吩咐把她绑柱子上 点火烧炭 这个男人被绑起来 测试一氧化碳的效果 夜清晚直接吩咐到 绑好后闲杂人等多出去 随后 太妇和夜清晚 便在外面悠闲地 喝着茶聊着天 屋里还时不时地传出叫骂声 可太妇和夜清晚像 屏蔽的声音 毫不在意 一段时间后 终于听到求救声 救命 我快喘不上气了 嗨嗨 夜清晚吩咐 把她放出来吧 一刻钟后 只看见口吐白沫的梁公子 躲在地上一动不动 夜清晚翘起了二郎腿 现在姓了 姓 我姓 梁公子连连点头 把她抬到通风的地方 吹吹风就好了 侍卫们见状 直呼 昨日才传出 相府千金为了九王爷 不惜自己贬身家 我以为她是个 甜不知识的女子 真没想到她轻易就破了 连咱们都破不了的悬案 果然谣言不可信 此时 永安爵也已经到了 三少爷连忙握住夫人的手说 案子破了 还是清白的 并给太傅鞠躬道谢 不必谢我 此案不是本官破的 是叶小姐 你们要谢就谢她吧 此时的夜清晚 也是一点问候 老太傅 你干什么 你可是女主的头号狗腿子 像杨明丽万这种好事 你不是应该 栽在女主脚头上吗 你往我这个恶毒女 配身上安什么 你这人设有点崩啊 谢小姐救我性命 此时夜清晚受宠若惊 想着这下玩犊子了 男主角 男二号崩完了 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 要不现在自杀 从头来过好了 这石头桌子 应该能撞死人吧 随即想到了什么 等等 不对劲 老太傅或许是因为 我父亲的缘故 他想通过拉拢我 来获得宰相在朝中的支持 这样就能想得通了 原著小说里 柳胜虽然心黑 但也没有这么卑鄙 现在居然利用女人 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真无耻 伯爵夫妇一脸猛逼地看着她 下一秒反应过来 连忙说 举手之劳 不必沿陷 三公子今日受惊不小 嫌抗力 快带她回府压压惊吧 又想 永安伯爵在朝廷的势力一般 经商倒是一把手 若跟她打好关系 在不影响主线剧情的前提下 开辟一条赚钱的门路 喜不妙哉 等我赚够了前任务完成后 带回现实 到时候 就是个又美 又有十八般武艺的小富婆了 随后便吩咐 把梁公子先压起来吧 回头梁府自然有人来领她 她可是女主 崭露头角的垫脚石 她可不想 现在就招惹她 处理完事后 两人走到回家的路上 太傅突然凑近叶青婉问 你觉得下雪剑如何 人家女主角啊 天真善良 聪慧贤达 人见人爱 无数男人为之倾倒 看着太傅那诡异笑容 想试探我 太傅怎么忽然提起她 她该不会 是想提下雪剑做掉我吧 没什么 就是看你好像挺讨厌她的 呃 叶青婉再次吸睛附体 谁让她等我抢木云哥哥呢 此时太傅靠近 那我帮你 做掉她 拥有金手指的川叔女叶青婉 却不知道男主们能偷听心声 因此 剧情永远处于鬼畜的状态 然而身为女主 头号狗腿子的太傅 要为恶毒女配干掉女主 叶青婉内心苦不堪言 却还要强装镇定 不用麻烦太傅了 你就给我乖乖当你的男儿好不行 非要给我惹麻烦 不要用光明正大的 赢得木云哥哥的爱 用肮脏手段得来的东西 我叶青婉不稀罕 我那个娘啊 这话说出来 我自己都要笑死 昨天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扬言要弄死下雪剑 现在又说光明正大谁信 既然如此 我便不插手了 日后若是有需要 可以给我提 听到日后 日后你就成她头号备胎 狗腿子了 不帮着她 搞我就不错了 我还指望你 回到乡府后 叶青婉大口喝水压惊 便开始吐槽 要死 这个老太傅 居然想杀了女主角 给我冷汗都吓出来了 她要是死了 估计整个世界都得崩坏 等爱上女主角以后 估计恨不得回来 是女主不能死 还有叶青婉一直说 我是下雪剑的头号狗腿子 日后会爱上女主 那我会在这个世界 扮演什么角色 梁公子和下雪剑姐姐 又是怎么一回事 她虽对接下来的事态发展 十分好奇 但最为谨慎的 应该是夺敌 事关江山设计 一旦站错了队 便是万劫不复 叶青婉刚吐槽完 三公子就找来了 今日救了永安侯府的三公子 便邀请叶青婉 成为她家药谱 便是真假的代理 还算是两人共有资产 利润五五开 只需要她的医术 只要技术入股 那感情好呀 一分钱不花 还能日进抖金 这种好事 怎么可能拒绝 机长历史 一百年不许变 这么开心的事 不吐不宽 继续打开面板 说了一大堆废话 突然想到 现在女主应该已查到 跟梁家有关系的草扣身上的打 女主就是女主 胆子真大 独自一人跟踪草扣 险些被那傻 太傅听到这时 倍感大事不妙 拥有吐槽金手指的 穿淑女叶青婉 每次吐槽都被男主们 偷听了心声 刚吐槽完 女主跟踪草扣被发现 太傅就立刻召集人马 赶往事发现场 此时的太傅交集如焚 区区一个无品官的淑女 居然查到自己头上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傍晚时分 来到万泉寺后门 按照叶青婉所说 下雪剑会从万泉寺后面 密道出来 然后跟踪草扣出城 最好在他们落脚点之前 找到他 然后杀了他 省得他查出自己的秘密 正在此时 看见下雪剑正躲在树旁 东张西望 下一秒一颗石子 打在了下雪剑腿上 只见他一个不稳 直接来了个平地摔 正好倒在了草扣面前 看着自己已暴露 只好说自己是因为 迷路才来到这里的 可草扣早已察觉 他一路跟踪 正要逼近他时 下雪剑一刀刺了过去 这下草扣大怒 臭娘们 你竟敢伤老子 啪的一巴掌扇了过去 下雪剑被删倒在地 本以为自己要交代在这里 只见鲜血飞剑 一看是九王爷 九王爷脱下自己的披风 随手为下雪剑踢上问 下小姐你没事吧 没想到你会救我 下雪剑从惊慌中回过神来 此时属下来报 王爷 这两个正是官府三年前通缉的山贼 先带回去 话一刚落两只剑就从暗处飞了过来 落在了九王爷脚边 是谁 下一秒又一只剑朝他飞了过来 他抱着下雪剑一个大翻滚躲过了射击 九王爷大怒 是躲在暗处的太夫妻的转身就走 这样看来 那两个草扣应该只是路过这里 恰巧被下雪剑碰上并跟踪的 并非是他查到了什么 一个处处要靠男主救的女主 也聪明不到哪里去 这次姑且放过他 不过 叶清婉说我以后会喜欢这样的女人 这么愚蠢 鲁莽又爱闯祸 哪里值得我喜欢 还说我是头号狗腿子 正在太夫气急败坏时 吐槽面板再次出现 说他本来要杀她 可看到女主被草扣欺负的时候就心软了 心痛不已 从此下定决心要成为女主的守护神 不再让人欺辱他半分 看到这儿太夫气得直暴走 什么破晓说 本公子不完了 侍从见状不对 上前拦住让他冷静点 放开 我要去杀了他 公子九王爷还在那呢 再不回去就暴露了 太夫无奈俯额 吩咐把痕迹清理干净 不要让人知道自己出城的事 侍从因着说要送他回府 可他现在很想去阴血堂 那可是永安伯爵府三公子开的药谱 公子是身子不是吗 想想不对 天快黑了 他现在应该在一红楼 随后转身要去一红楼 一红楼里 叶清婉正听着曲儿 听着听着就抓过一只手 这丝滑的感觉 还有点凉 小宝贝 要注意身体啊 睁眼一看 差点没把他浑下眉了 太夫 好巧啊 不巧 我特意来找你的 不对啊 按照小说 他应该送下雪剑回家才对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太夫再次开口 今日出城遇到下雪剑了 叶清婉松了口气 还好剧情没有变 太夫却在想你这么能演 怎么不去开戏班唱戏 随后又道出 他差点被自己杀了 叶清婉吓得一口水喷出 那可是女主角 杀了他整个世界都东盘了 看他的这反应 果然女主角是不能死的 想想当时在暗中袭击下雪剑 就是故意让他暴露 就想让草扣解决掉他 看来以后不能这么干了 随后太夫一个弹指打在他脑门上 他被九王爷救了 此话一出 叶清婉松了一口气 还好 不然自己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对了九王爷英雄救美 一不生气 叶清婉一下反应过来 岂有此理 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一定是他故意设计的 太夫一脸看戏地表示 看来你真的很喜欢九王爷呀 当然喜欢了 从小到大 所有人对我的好都是有目的的 只有沐云哥哥 从不刻意讨好 乃蒸蒸铁骨的大英豪 太夫都看不下去了 你就睁眼说瞎话吧 最看不上他的人就是你了 并转身要离开 那我先走吧 你继续 亲你的小宝贝 叶清婉瞬间射死 女人以为所有事态 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殊不知她的马甲快藏不住了 叶清婉只觉得 最近太夫的表现怪怪的 剧情本该是 太夫为了美人可以放弃权势富贵 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 成为女主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可现在看来 一切都不是自己预想的那样 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可她不知道 这一切的剧情发展 太夫都一清二楚 可再次听到新生的太夫 决定先给夏雪剑找点麻烦 一来是让她腾不出手 来调查自己与草扣的瓜葛 二来可以让叶清婉担惊受怕一下 看她还敢不敢动不动就骂自己 既然你都为本官树立好了人设 那本官怎可辜负你呢 现在自己尚不清楚 自己在这书中结局好坏如何收场 所以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 尽量把自己目前出现的问题都整理干净 而另一边南宫沐云就回夏雪剑后 便将她送回了府 今日多谢王爷相救 我还有几句话想单独对王爷说 夏雪剑说着便伸手抓住了王爷的衣袖 此时九王爷一愣便掀开了他的手 有话便对有为讲 本王还有重要的事 说着便转身要走 只是因为他再次听到了叶清婉的心声 接下来叶清婉要用生米煮成熟饭 来胁迫九王爷取他的戏码 什么人如此大胆居然敢给王爷下药 属下现在就去 下属有为话还没说完就被九王爷打断 无必 有为又见兮兮的问 是那种药吗 如你所想 想想现在的姑娘都如此生猛的吗 而王爷又是怎么知道的吗 不但不阻挠 反倒要把府兵调走 他到底想做什么 以前那些用阿渣手段爬上王爷床的女人 要么逐出府 要么直接打死 现在居然这么配合 有为是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家的九王爷为什么变化这么大 此时另一边下雪剑得知叶清婉要给九王爷下药 也是非常吃惊 便问贺宇是怎么知道此事 本想说我能看见 可说出来的是我猜的 贺宇也难闷自己为何说不出能看到那字幕之事 之前的事态屡屡印证了那字幕 此番叶清婉下药 必然也会成真 不行 我得去救九王爷 下雪剑气愤的喝道 他今日舍命救我 我绝不能让他再在这些阿渣计谋里 你不要再去犯险了 这人见是过许九王爷也是默许的呢 贺宇再次劝阻他 可下雪剑不以为然 觉得九王爷多次救自己 他心里是有自己的 而且九王爷对叶清婉也是厌恶至极 还信誓旦旦的保证一个金尊玉贵养大的乡府小姐 是绝不可能逗得过他 可贺宇却是担心下雪剑一个威严轻的无品官庶女 要如何从相府敌出千金手里救出九王爷呢 以他的性子自己也动摇不了他的决定 那么自己能看见叶清婉的心声字幕究竟是为了什么 女人天天吐槽男主心黑 五板讨人厌 殊不知他的心声都被男主们听见 今日是叶清婉要对九王爷下手的日子 一大早便来到书院 进门就撞上了太傅 拱手行李后便撒腿就想跑 突然被太傅逮住 本官心黑 叶清婉突然反应过来 他怎么知道我骂他的 难道屋里装了监控 还是被人录音了 正在纳闷 看着他那心慌的样子 太傅又继续倒 不仅心黑 还脏 五板 讨人厌 听到这叶清婉要炸裂了 小丑居然是自己 瞬间转性 求生欲满满 哪能啊 太傅风度翩翩 温润如玉 对我们更是宽厚耐心 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 简直是我们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说着扑通一下跪在太傅脚下 抓着太傅的衣服 太傅被他这一操作下的一个机灵 是不是有人乱脚舍根 太傅你告诉我是谁 我撕了他的嘴 太傅一听薄唇上扬 露出一丝玩味的笑语 是吗 俯身轻笑 点点他的鼻尖 倒也不用撕了他的嘴 下次再让我听见 我就用叶小姐的腰毒哑他 叶清婉紧张的搓着手 是是是 太傅好残忍 啊不好 好手段 太傅说完便转身摇了摇手 进去上课吧 叶清婉拍拍胸脯 松了一口气 他一直想不明白 老太傅怎么会知道自己骂他 说起来这两天他一直怪怪的 经常闹出一些原著没有的剧情 他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想强行给自己加戏 而且男主也是这样的 想着便转身看向南宫沐云 正好对视上了他的双眼 这下尴尬了 叮得叶清婉直冒冷汗 这群男主是集体脑中疯了吗 真的是让他很郁闷啊 想想现在只能靠下雪剑同学了 你今晚一定要给力啊 要狠狠的给我一棒子 把我打得站不起来才好 千万不要手下留情 万万不能再出岔子 不然这戏就没法往下走了 正在想得入神时 太傅叫住了他 叶清婉回答问题 垂死病中惊作起 吓一句是什么 吓得他一个机灵 紧张的缓缓站起来 想了想脱口而出 孝文客从何处来 气得太傅直呼 回家抄书去 回到家后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断吐槽 半圆柱打扮真是丑暴 作者应该觉得这样很美吧 好在自己这张脸静躁 一般人还真遭不住这发型 简直是逼人吐槽呀 说着就打开吐槽面板 开始了一天一次的吐槽 作者的审美 真的是一言难尽 穿得像个发情的老母鸡去下药 南宫木云不会发疯啊 下雪剑你可要努力啊 最好在他还没来得及 对我动手就把我敲晕了 然后你俩就可以翻云覆雨去 我保证不偷看 正在看着这吐槽面板的 九王爷一头黑线 气得手里的茶杯都被他捏碎 叶清婉你好得很啊 随后吩咐有为 把卧房周边的 所有暗器机关全关掉 门窗打开 俯兵前走 确保夜晚某人 可以顺利潜入 有为听了一脸猛 然后把本王高架寻来的 那件刀枪不入的金丝软甲也拿来 因为他要带刀 以怕本王发疯 那本王必然要发疯 一个被吓了药的人发疯 也在情理之中 今夜本王就要顺着叶清婉 将生理做成熟饭 彻底打乱他的剧情发展 我就很好奇 他将会如何 这个世界又会如何 很快到了晚上 叶清婉在房间 等着下雪见来救九王爷 可他迟迟不现身 叶清婉已经等不及了 那就自己先走剧情吧 随后便悄悄潜入到九王爷的房间 找到九王爷的茶杯 拿出自己早已准备好的 要倒的进去 突然发现这茶还冒着热气 那应该人还没走远 就在此时转头 便看见九王爷站在门边 叶清婉一下愣住 他是什么时候站在那的 他应该看见自己下药的全过程了 这下完犊子了 现在怎么办 跪下来求饶还来不来得及 想到这儿 任务在失败 自己真的会被系统回炉重造啊 正在这时 九王爷缓缓走向了他 他也不停的后退 正在叶清婉内心叫救命时 九王爷越过他拿起了桌上的茶杯 一饮而尽 这操作给叶清婉准备了 他怎么喝了呢 难道他没看见下药 可这时九王爷抿了明嘴唇说道 你给我下了什么药 有点色 下次加点糖 叶清婉连连后退 不对劲 原剧情应该是自己趁他重要神志不清 试图霸王硬上弓 然后背上有一丝理智的他奋力推开 最后女主如天神下凡 冲进来怒砸自己一棒子解救男主 再后来就是男主要性上来了 又看到来人是下雪剑 没控制住 两人顺势就耐啥了 这段剧情从头到尾 自己跟男主除了肢体接触应该是零交流 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不管了 先把自己的戏份演完再说 随后叶清婉拉住九王爷娇滴滴的说道 沐云哥哥 管儿喜欢你 好喜欢好喜欢 听到这九王爷愣住了 明明不是真心的 可是听着还是有那么一点动容 他眉头紧锁 明镜嘴唇 死死的盯着叶清婉那动情的表情 空气瞬间安静了下来 你倒是动一动啊大哥 说些拒绝我的话 这样我好接着眼啊 冷场片刻后 九王爷拉住了叶清婉的手 你喜欢本王 喜欢的不得了 管儿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嫁给沐云哥哥 你留下来陪我好不好 说完便立马报警了九王爷 老娘豁出去 好我不走 没想到九王爷却温柔的 说出这样的话来 啥 叶清婉一正 九王爷俯下身揽住他的背 我说我不走 留下来陪你 这让叶清婉不知道怎么接下去 不是 等会儿 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九王爷 一拳就挥了过去 我说让你等一会儿 九王爷捂住脸 傻傻地看着叶清婉 这下惨了 叶清婉看情况不妙 立马道歉 对不住啊 你有话好好说 谁让你非得亲上来 九王爷双手抱肩 不疼 还继续吗 此时的叶清婉欲哭无泪 女主怎么还不来 一会儿女主冲进来 算是救她还是救我呀 剧情快崩了 实在不行 就只能自己上了 来吧 毁灭吧 想着便双手捧上 所以救 还是不救 女人为男主下药 只等女主来救 殊不知男主要将他救地正法 本以为一切都可以按照剧本理进行 就等女主来救王爷 可女主躲在门外迟迟不进来 这戏怎么演 来吧 毁灭吧 叶清婉正缓缓靠近九王爷 内心已求了他一千次推开他 可就在这时叶清婉一个亮枪 王爷一个没站稳 两人重重的摔倒在地 这时叶清婉突然发现 九王爷的药性也开始发作 他满脸通红 全身开始燥热 眉头紧簇薄唇清起 你难道不希望本王顺势而为 看着强忍着的九王爷 叶清婉表面淡定 内心却是要开始炸裂了 他身上好疼 要笑快控制不住了 叶清婉也不知道 现在这样的状态该怎么进行下去 内心一直在呼唤女主下雪剑快点出现 下雪剑那你听没听到 我发自内心的呼唤 组织需要你 此刻九王爷一把拉住了他的手 一个大翻身将他压在了身下 艰难的挤出几个字 专心些 叶清婉见状越来越光 场面快控制不住 我专心你个花花 我不行了 去他的剧情吧 再这样下去自己就得交代在这里了 突然叶清婉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开始大喊 救命啊 菲利亚 与此同时正在门外听墙角的下雪剑大感不妙 一旦前厅参加宴会的人被他的叫声引来 不管王爷是不是自愿的都会被迫取他了 想着便顺手捡起地上的砖头 王爷我来救你 可他话还没说完 王爷就用你字把门底的死死了 叶清婉急了 你干啥 还能干啥 锁门办事 门外的下雪剑还在不停地打着门 叶清婉你卑鄙无耻 你把门打开 叶清婉此时也是欲哭无泪 我也想打开啊 此时王爷一把将他抱起 地上太凉 我们去踏上坐 叶清婉急了 老娘卖欲不卖身 你别逼我呀 随后便开始在王爷身上胡乱摸索着 终于摸到了一样东西 然后便毫不犹豫地砸向了九王爷的后脑勺 直接砸得九王爷满眼冒惊心 立刻挣脱急速向门口冲去 哪知刚到门口 就撞见破门而入的下雪剑拿着砖头冲向他 叶清婉你恬不知耻 居然敢对九王爷下样 叶清婉此时内心按手 终于剧情回到正轨了 我好想抱抱你呜呜 对手细致不就来了吗 随后转过头 调整状态说道 下雪剑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下雪剑恶狠狠地指着被抱头还躺在地上的九王爷说道 我亲眼看到你在九王爷茶里下样 然后勾引九王爷 叶清婉愤怒道 你血口喷人 巫人清白 我杀了你 来呀你来杀呀 下雪剑也毫不示弱地举起了砖头 而叶清婉内心连连叫好 这一段很有张力 使劲砸我 只听见方方一声 可以砖头下去 叶清婉头没有裂 砖头裂了 此刻才想起自己开始时兑换了金钟罩还没用过 这不就用上了吗 简直就是金刚不坏之身 这下坏了 看着这场警重人都压麻呆住了 要不让他拿着半块砖再砸一次吧 自己再假装晕倒也行 还能补救吧 正在这时九王爷从地上爬起来 并对下雪剑淡淡地说道 下小姐王府卧房重地 想必是有人帮你进来的吧 这是本王跟叶清婉的纠葛 你若无事就先回去吧 此时正吵得火热的两人都呆住了 王爷看着眼前的下雪剑 只想把有为那家伙狂揍一顿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 这下雪剑好生回府去瞎凑什么热闹 此时王爷内心真的是有千万头羊驼在跟腾的感觉 可下雪剑还不自知 再次挡在九王爷身前 王爷你不要怕 此时乃我亲眼所见 哪怕是闹到皇上跟前 我也定为王爷作证 王爷此时内心的羊驼越来越多了 本王不需要你作证 我真是谢谢你 我生平最讨厌这种卑鄙无耻的阿渣之徒 只知道案件伤人 下雪剑纷纷不平地再次指着叶清婉大骂 叶清婉一脸猛 案件伤人 啥时候的事 下雪剑再次提到城外乱葬岗被偷袭的事情 叶清婉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他以为扔暗器导致他暴露的人是叶清婉所 叶清婉开心的只想唱歌 这戏份来得太突然 那就顺势而为吧 对就是我找人跟踪你 你能把我怎么样 下雪剑不敢相信他居然这么就认为 叶清婉继续加热 难道你还想打我不成 你以为我不敢吗 那你倒是打呀你打呀 此时的叶清婉多希望他能打自己 这样自己就可以倒地收工 只等九王爷的药效发作 可他迟迟不动 再不动手南部木云的药效都快过 九王爷见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只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他们哪是来抢自己 分明他们才是一对啊 和下雪剑迟迟不动手的原因 却是不想在九王爷面前破坏自己的形象 这女人还让他出手 真是恶毒 叶清婉此时见九王爷药效都已经去了七七八八 下雪剑再不动手这场戏就彻底黄了 那就吃个夜夜香安眠要晕倒 睡醒了就顺利黑化 开启面男女主角日常 这样是最好不过 此时下雪剑一个劲地向九王爷道歉 自己并不是故意的 可九王爷只觉得他今日实在不该来此 夏小姐请回吧 看到此情形 夜清婉没等到他们热火朝天 只觉得自己这安眠要是白痴了 第二天 夜清婉早早的醒来 看着自己还活着 庆幸自己昨晚的戏没眼砸 大成功 屡了屡跟剧本完全贴合 此章节完结 洒花 打开面板 接下来就是比较轻松的戏份 偶尔出街别人指着鼻子骂不要脸 然后被人扔扔臭鸡蛋什么的 而在另一边看好戏的太傅正喝着茶 想着好在昨晚南宫木云的府兵大半被遣走 不然本官还看不到这般精彩的剧情 听闻夏雪剑的手现在还肿得如同猪蹄子 夜清婉当直是个骑女子 下一场戏是女主为了摆脱男主的控制 半夜偷跑出城 然后被山贼给捂走 看她漂亮就强留她当压债夫人 然后男主愤怒领兵去围剿山贼 这剧情真的是她逃她追 她插翅南非的戏吗 太傅听到这儿已经笑得人仰马翻 而九王爷已是暴跳如雷 夜清婉 本王在你心里就这么愚蠢恶行吗 让你有功夫在那几对本王 很好 接下来本王要让你一场戏都对不上 就让夏雪剑一辈子当压债夫人吧 本王绝对不会带兵去围剿的 就算去了也要把她一块做掉 居然自己会被这么笨的卧底骗得家破人亡 可怎么看都不是很聪明的鸭子 自从昨晚有为放了夏雪剑进府 王爷就气不打一出来 并吩咐有为在库房里找一颗鸽子弹大小的夜明珠 送给夏雪剑 赶紧把她打发走 然后再把自己母妃留下的那顶玉刺的点催头饰找出来 有为一听一下便兴奋了起来 这也是送给夏小姐的吗 王爷你这是要下拼吗 不 我要给夜清婉送过去的 有为一下愣住 王爷今日是撞邪了吗 短短的一夜王爷对夜清婉的态度居然180度大转变 不仅不追究下药之事 还把如此贵重的点催送给她 莫非王爷喜欢上她了 怎么可能 王爷自小就厌恶夜清婉 她还胆敢给王爷下药 这简直就是在王爷的痛点上反复蹦的 所以王爷送她点催一定是为了麻痹她 让她误以为王爷有心娶她 再毁婚 让她永世不得翻身 对一定是这样的 不愧是王爷 够狠够绝情够心机 看着一直在脑补的有为也是一脸猛 与此同时 刚演完一场大戏的夜清婉 正在百无聊赖的修身养性 这时母亲来到她的面前 便自责起来 都怪娘没有为你的婚事铺好路 竟让你做出如此惊险的事情 明明自己从昨晚就封锁了消息 可今日一早这消息就传遍了大街小巷 连圣上都知道 为此你父亲还被英教女无方而罚奉 一年禁闭三个月 他却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夜清婉的杰作 并发誓会想办法让九王爷一定会娶她 夜清婉内心很苦直呼不要添乱 好不容易送走老母亲 丫鬟又抱着一盒子走了进来 小姐 京城有贵人给您送了礼物 随口问出 是谁送的 九王爷 不吃 夜清婉听到这三个字便一口水喷出 下了一个机灵 本能的叫她拿远一点 别是什么炸药包之类的 但是又经不起好奇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便微微缩缩的找了根木棍 小心翼翼的捅开了盒子 打开一看 映入眼帘的便是闪着金光的蓝色点脆头饰 精致而华丽 可以夜清婉对南宫沐云的了解 这么附黑的他怎么可能送这么贵重的礼物 一定是在上面下了毒 随后吩咐拿下去挖个坑埋了 想来想去怎么都觉得男主不对劲了 自己的加速悲化 尽快到复仇爽闻情节 省得日日受到这样的惊吓 原助理是因下药被发现后 因抄家灭族的大事彻底黑化 下药被发现受万人唾弃指示导国所 后续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依稀记得是救了一个什么人 却因此一步踏入了陷阱 那人趁自己情场失忆又遭万人唾弃 实在自己不离不弃 令自己误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 没想到那人利用自己的信任 偷去宰相观影伪造信件 让自己一家蒙冤被抄家下雨 为了解救父母揽下所有罪行 最后被流放边疆 即便如此 却仍有人不愿放过自己 半路被人取自己性命之人起了歹心 如此屈辱令自己丧失了最后一丝人性 而彻底黑化 叶青婉真的是无法理解古代女配的黑化原因 被人欺骗 被人唾弃爹娘入狱发配边疆都不黑化 唯有这个 次日又是百无聊赖的一天 要是能苟到结局就好了 正在感叹时 砰的一声 天上掉下的黑衣人 叶青婉扭头一看 一个受了伤的蒙面人直挺挺的躺在自己脚边 叶青婉看着这一幕愣了一下 怎么感觉这么眼熟 随后便抄起小木棍戳一戳 为这位刺客你还活着吗 此时黑衣人猛一睁眼 抬手便用匕首对准了叶青婉的脖子 不许喊 突然想起这货就是被自己所救 又害得自己家破人亡的瘟 叶青婉故作柔弱 我没喊 就在这时黑衣人突然一口老血吐了出来 随后跪倒在地 扶我起来 嘴里还在叨叨着药 然后用颤抖的手拿起了一瓶药 看着他那笨拙的样子 叶青婉忍不住想帮他 你要什么直接说呗 我给你找还不行吗 真是看着都急 你别耍花招 叶青婉拉着他的手道 这是我家 我的地盘 要耍花招也应该是你耍吧 也是 那你把置外商的金疮药给我找 我失血过多有些看不清 这时叶青婉一把将他的衣服扒开 疼得他连连直叫 叶青婉看着他一副纯奔的样子 确定可以当卧底骗自己 有毒吧 被这种人骗简直是侮辱自己的智商 看着这弱智 只能笑嘻嘻的说放心吧 不用天涯海角 咱们明日就会再见了 只见他一跃而起跳上了围墙 又一个眉踩吻摔了下来 真的是无法直视 叶青婉只能吹着口哨装着没看见 随后只见他吭哧吭哧 好不容易爬了上去 话说如果我知道这个刺客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就知道 谁是背地里暗算自己家的人了 想着便一跃而起跟着跳上了围墙 可刚上来就和黑衣人来了一个对视 空气突然安静片刻 你没走呢 你特喵的 动作还能再慢一点吗 就你这样还当刺客 此时黑衣人才反应过来 拿起手中的匕首颤颤巍巍的说道 你居然会武功 可叶青婉现在想的是要不要弄死他 这么笨的卧底 估计也派不上什么用场 可此时两人各怀心思 一个在想既然他功夫如此了得 为何刚才不还手 另一个却在想杀还是不杀 正在此时丫鬟端着插走了过来 便叫住了叶青婉 小姐你怎么爬上围墙了 危险快下来 此时叶青婉灵机一动 有办法了 他本是天下无敌 第一采花大盗 本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 殊不知小丑竟然是自己 叶青婉正与黑衣人在围墙上僵持着 想着怎么才能糊弄过去 自己有功夫这事 恰好这石压环端查过来 突然灵机一动 哎呀 我的梯子倒了 你快帮我扶起来 秒变哭唧唧 我好害怕呀 黑衣人这才一副 原来如此的松了一口气 顺势转身飞走 红是叶青婉也松了口气 差点就杀生了 善哉善哉 回到房间后又忍不住吐槽 那刺客真是笨 用轻功上墙居然掉下来两次 都这样了还坚持劫持自己 一个十足的小宠妇 哈哈哈哈 殊不知正在墙外的黑衣人 正听着这一切 愤怒地扯下自己的面具 露出了面具下的那张俊秀脸庞 原来刚才被自己挟持的女人 就是自己收了钱要接近的叶青婉 她不仅一眼就认出了自己 还假装被自己挟持 气氛的一拳打在墙壁上 所以自己被这女人耍得团团转 还不自知 我中原红红 行走江湖十几年 被誉为天下第一彩花大盗 今天居然被一个女人耍了 自己刚才还威胁她 原来她在看自己笑话 越想越尴尬 自己的仪式英明啊 一招丧 简直是尴尬的用脚 都能扣出三十一听来啊 太夫看到这 又忍不住的大笑了起来 是从最近老是看着她 无缘无故发笑 都感觉她是不是得了撒一整 你可知道中原红红 太夫随口问道 知道知道 那可是有名的彩花大盗 只要是她看中的姑娘 没一个能逃脱的 而且她有一个癖好 就是喜欢在人家大婚的当天 抢新娘子 但第二天又会送回本家去 不少姑娘被送回来之后 还对她念念不忘 还要跟夫家河里等她回来去 侍从滔滔不绝地说着 是啊 到目前为止 也有上百名女子为其所害 官府为了抓她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但此人来无影去无踪 至今逍遥法外 太夫边喝着茶边说道 那公子在笑什么 侍从疑惑不解道 太夫一扇子敲在她脑门上 你想想 这样一个彩花大盗 连朝廷都拿她没办法 今天居然栽倒在夜清晚手里 岂不是大快人心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中原红红一个江湖人 跟向祖千金有何关系 为何会害得夜清晚家破人亡 还是静观其变就好 倒是下雪见的是自己得早做准备 一旦她进入凤凰山 自己与海盗的事情就藏不住 必须尽快清理干净 与此同时 九王爷也感叹这个夜清晚如此胆大 连采花贼也敢嘲笑 罢了 只要不嘲讽自己就好 现在整个京城都在戳她几两骨骂她 一般人估计早就上吊了 她居然跟没事的人一样 真的是佩服她 这样一个女人 到底是多厉害的卧底 才能骗得她家破人亡 不知道她跌落谷底的时候 还会不会像此刻这般镇定自若 若真有那一天 她会来求自己吗 九王爷她不知道自己的心开始变了 可此时的夜清晚 正在自家后院悠闲的炼鱼家打太极 今天女主应该开始调查凤凰山了 恩爱缠绵 生死不离 夜清晚想着想着就入了戏 正在自己表演的入迷时 太夫已站在一旁看了半天 夜清晚一下尬住 太夫你怎么来了 本事听说了你那日在九王爷府的事 怕你想不开便来看看 如今看来是我多虑了 不不不 我难过着呢 夜清晚秒变脸 我的命好苦啊 呜呜 我不想活了 太夫忍不住又想逗逗她 不想活了 那刚才是在撞石桌自杀吗 对对 我这个脑袋都撞破了 现在还晕呢 所以您要不请回吧 我养好了伤再去上您的课 太夫看着他这表现忍不住脱口而出 我听说下雪剑去凤凰山了 夜清晚一下愣住 这你都能听说 你听谁说的 太夫继续道 这你不必知道 我告诉你 他去凤凰山是要查海盗之事 夜清晚更惊讶了 这他都知道了 不对劲 老太夫知道的也太多了 原助理他是在下雪剑被抓了之后 才上山救人的 难道他也开挂了 他去凤凰山这么好的机会 你不干点什么 太夫看他想得如此入神 便提醒他 夜清晚此时只感觉 自己的计划都被知道了 这下要完了 但又感觉这老狐狸应该是在套话 我也是刚听说他去凤凰山的事 我现在就去给海盗通通报信 一定让他有去无回 说着夜清晚就往外跑去 可太夫一把将他拉了回来 不急 我陪你去 夜清晚只敢大事不妙 他这是要陪自己去搞死女主吗 那可不行 便直接甩开他 不用 你确定 我一百个确定 想想他的人设可是女主头号舔狗 这个时候应该拼命阻止自己才对 怎么剧情反的来了 夜清晚怎么也想不明白 随后太夫又变了风向 忘了说 今日是向爷请我来考核你的功课的 本想着你心情不好 打算推迟 眼下看来现在是好时机 夜清晚一听了变脸 好汉不吃眼前亏 一下挽住他 太夫 学生忽然觉得去通知海盗支持 若有太夫帮忙再好不过了 那现在走吧 现在是不是太晚了 已经快到中午了 太阳都快下山了 夜清晚想着能拖就拖一会儿 可太夫完全不给他机会 那现在开始考核吧 夜清晚只好投降 可太夫真正的目的却是 现在借和夜清晚同去的机会 可以将那些知情人都除掉 不仅可以随时知道剧情发展 还可以撇清自己与海盗的关系 而夏雪剑此时正站在九王爷府门口 等着九王爷的到来 今日他就要去凤凰山了 为了他的姐姐他必须去 如果那里真的窝藏海盗 怕是会涉及朝中势力 难免将九王爷牵涉其中 他也无法眼看着王爷受势力构险 夏姑娘听说你执意要见本王 不知有何事 九王爷走到他面前淡淡的道 夏家家训绝不为妾 九王爷一脸猛的看着他 啥 从未见过这么自作多情的女人 夏雪剑在去凤凰山之前 就找上了九王爷向他道别 便告诉九王爷自己不会为妾 为妾 九王爷一头雾水 眉头一皱 夏小姐 想必你是误会了 本王上未定婚事 就算来日娶亲也只会有一位王妃 荷兰内切一说 可夏雪剑却认为九王爷 是因为顾忌宰相府的原因 不得不认下这事 便继续说道 王爷可是夜清晚为难你 他想借此事来逼迫王爷就范 九王爷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分明有些韵怒 这是我跟夜清晚的事情 你还是不要插手的好 夏雪剑一时雨色 果然是夜清晚这女人 不仅用阿渣手段算计王爷 如今东窗事发 还仗着他宰相的嫡出千金就为所欲为 真是可恶 王爷你放心 此事我愿为王爷作证 不需要 你还是先管好自己吧 九王爷的意思是 本王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插手 你省省吧 可是夏雪剑听着却是九王爷 还怕他被夜清晚刁难 害怕他卷入到这件事 他之前对自己态度的种种不堪 都是因为担心他的安危 夏雪剑想着想着就感动的哭了起来 而九王爷却在想 他怎么突然哭起来 难不成有什么病 这是夏雪剑咬了咬牙说道 九王爷不必顾及我 若是让你为了我屈服于那些萧小才是我的罪 等我处理完私事 定然将此事如实上禀天听 我就不信天子脚下还没王法 他们夜家真的能指手遮天 九王爷一脸猛逼 他在说什么 怎么就突然扯到夜清晚头上去吗 自己似乎跟不上他的思路了 没吃错药吧 你别乱来 王爷放心 我有分寸 还未等九王爷说话 便转身离开 背影单薄却坚韧 九王爷眼睛迷成一条线问有为 他想干嘛 属下不知 有为摸着脑袋回道 但夏小姐在府中一共敬小慎威 为了王爷 他一个无品观小树女 居然不惜彻底得罪当朝宰相 如此情深义重的女子 王爷可万万不能辜负了 竟连有为都开始为夏雪剑说话了 莫非因为他是那字幕所说的女主角 所以人人都要围着他转 如果没有那奇怪的字幕 自己会不会也像有为一样 觉得夏雪剑的所作所为 都是情深义重 对这样一个女人心怀爱意处处幽容 想到这九王爷只感觉恐怖如斯 恐怖如斯啊 感谢字幕感谢夜清晚 随后吩咐有为去找几个查不到身份的人 等夏雪剑出城之后 就把他绑了丢给凤凰山的土匪 与此同时 太夫与夜清晚已在凤凰山的路上 夜清晚坐在马背上被颠簸得十分难受 便忍不住问 太夫我们为什么不坐马车呀 而太夫给他的回答却是因为马车太招摇 凤凰山除了土匪就是农户 没人坐马车 这么大摇大摆的进去很容易被土匪盯上 可夜清晚认为农户也不起马 这样也能一眼就被认出来 所以他是故意的 就是想耍他 太夫毫不否认 夏雪剑出城之前去找了九王爷 太夫突然说道 你怎么知道 太夫朝他晃了晃手中的飞鸽传书 夜清晚红唇一翘 都要进山了还去勾打 似乎是道别吧 而且两人还互诉了很久中场 夜清晚一愣 好你的南宫沐云啊 不愧是男主角 给力啊 这才是男主角该干的事嘛 要不你俩直接原地结婚吧 你看起来似乎很高兴呀 没啊 我气要我怒即返校 乐即生悲 他之前还担心南宫沐云对夏雪剑的感情 还没有发展到那么深 会不会不来救他 现在完全不用担心了 只需要安心坐等剧情顺利发展即可 他们互诉中场 你就一点不生气 太夫继续逗他 什么互诉中场 一定是夏雪剑寡连咸齿勾引 夜清晚比他俩还高兴 但还是要装出一副愤世疾俗的样子回答 总觉得老太夫不对劲 他想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事了 现在剧情进展挺顺利 自己还是赶紧脱身 再跟老狐狸待在一起 自己要破功了 此时不走等待何时 不行我现在要回去找夏雪剑 看我怎么收拾那件人 扯缰绳就想往回走 可这时太夫一把拉住了缰绳 你现在可能收拾不了他 现在有人在看着他 夜清晚一愣 谁在暗中保护他 随后描向太夫 死鬼是不是你在保护他 一定是你的老太夫吧 护花使者忠诚其事 除了你还有谁 夜清晚一脸见笑的看着太夫 太夫被他看得全身发毛 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哎呦喂 两位重要男主都开始按照剧情走了 渐入佳境啊 一定是自己今天穿红度多的功劳 以后天天穿 太夫见他一副吃错药的表情 眉头皱了起来 他到底想到什么了 笑得如此猖狂 我到底要不要告诉他 夏雪剑已经被土匪绑了 刚笑到一半 突然夜清晚脸色一变 太夫你不是说凤凰山 没有人坐马车吗 那他是在干嘛 夜清晚指向了远处的马车问道 顺着夜清晚手指方向 一看整个人都识化了 看着被五花大绑嘴里 还被塞了不逃的女人大感不妙 是夏雪剑 他这么快就被逮了 不是说有人护着他吗 你不是特地来给土匪通风报信的吗 看他被抓了不高兴 而且你仔细瞧瞧 那车夫打扮得体 眉目清秀 哪里像是土匪 不是土匪 这什么呀 绑架都有人截虎 不行 夏雪剑这场戏是要被土匪抓的 其他人抓了剧情就完全乱套了 想着夜清晚便向马车冲了过去 你干什么去 太夫在后面拦都拦不住 来人哪有人绑架 把人给我放下 夜清晚不停地喊道 车夫看着冲上来的人 扬起手中的刀说道 今日兄弟我也是受人所托 必须要把这车上的人送走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随后便向他砍去 夜清晚一个闪身 跳下马撒腿就跑 正在这时 太夫拉着他一个转身 车夫扑了个空 看此情形 车夫也一脸猛 现在是什么情况 怎么又冒出个抢人的 难道计划有变 想着转身就跑 好啊你们人多势众 我不与你们纠缠 此时被太夫抱住的夜清晚 突然羞红了脸 没有最蠢只有更蠢 自绑匪被太夫赶走后 夜清晚赶紧跑到马车前 掀开帘子 见下雪剑在车里呜呜的叫唤 吊着的一口气才松下来 活着就好 你特喵的还能再废一点吗 连进山送人头 这么简单的小事都做不好 还指望你干点啥 但生气归生气 好在还是把人给救了出来 谁干的呀 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夜清晚则被盗 你就不能乖乖当好女主角吗 到处得罪人又保护不好自己 差点坏了我的大事 真让人不省心 凡人还没见过恶毒女反派 跟女主擦屁股的 要不是他不能死 夜清晚现在就想叨了他 可下雪剑被解救出来 第一时间就催了他一口 嘿 你少在这里猫哭耗子 除了你还能得罪谁 早上才去找了九王爷出城就被绑了 除了你还能有谁 夜清晚一连猛 所以你压得以为是本小姐绑了你 你有点脑子行不行 要是我绑了你我还救你干什么 但转面一想 这不是在给自己拉仇恨吗 送上门的仇恨值啊 不拉白不拉 于是伸手就送上一个响亮的眼光 对就是本小姐绑的你 你有本事杀了我呀 下雪渐气的咬牙切齿 你不要欺人太甚 真以为我不敢 你敢吗 一个无品官的庶女 还以为自己是公主吗 你什么货色我还不知道 在我面前装什么清高 你不就是看中沐云哥哥的权势 想巴着他 飞上枝头变凤凰吗 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 你也配 夜清晚你少得意 你对九王爷的那点龌龊 是全京城都知道了 我一与九王爷约定好 等我这次回去 就去圣上面前撞岗 呦原来你们已经密谋好了 不愧是男女主角呀 够富黑够聪明爷 他喜欢 不过他还是有点不放心 以下雪剑现在表现出来的智商 真的能活着从凤凰山下来 他表示十分担忧 若是真招来了土匪 谁也跑不了 我不信 我现在就下山去问他 说着赶紧开溜 三十六计走为上级 但等他回头找马时 他人傻了 马呢 太傅也没料到凤凰山的土匪这么猖獗 居然在光天化日 把他们的马牵走了 估计土匪去摇人了 快走 太傅抓着他的手腕就跑 片刻后当他们跑到树林里 夜清晚觉得这样躲也不是办法 外面至少来了十几个土匪 如果放任他们找下去 很快就能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 太傅表示自己要去引开他们 叫夜清晚找个地方藏起来 可夜清晚很担心他一个人去 万一他死了自己的戏就完了 放心吧 太傅却莫名其妙地冲他笑 然后飞快地朝着相反方向跑了 看得夜清晚一阵蛋疼 柳胜应该不会死吧 好歹是男二 后期还有好几场带兵打仗平反的戏 应该也是有点武功在身上的 姑且相信他一回吧 夜清晚想着便靠到树竿上 悠哉悠哉地等候老太傅回来 这时一只手戳了一下他后背 吓了他一个机灵 转头一看是夏雪剑 快跟我走 你怎么在这里 他们没绑你 夏雪剑嗤之以鼻 我就知道是你找人绑的我 现在把真山贼引来了 你也知道害怕了吧 幸好我遇到了小马 不然还如了你的愿被山贼给抓了 什么小马 原住里有这一段吗 一看树后面冒出来一个小孩 夜清晚看着荧幕 不仅为他竖起了大拇指 不愧是女主啊 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 都能被你的光环收服 可看剧本设定里 夏雪剑是要被土匪绑的 如果跟他走 岂不是被他连累 这时夏雪剑突然说到 我知道我们一直是敌人 但现在不是计较个人恩怨的时候 先下山再说 不等夜清晚回答 便拉着他就跑 夜清晚有点抓狂 你可真大度啊 不愧是大女主 但是自己真的不想跟你走 放开我 弯弯绕绕走了一个时辰 居然回到树林尽头那个茶棚 那个小马真的知道夏山的路吗 他拍了拍小弟弟的尖道 小朋友路带得真好 下次不许带了 可小朋友告诉他放心 天亮之前一定能找到下山的路 自己再去探探路 他不知道现在才刚天黑而已 这家伙真的靠谱吗 两人刚坐下来休息 就听见有人在喊 有人鬼鬼祟祟跑过来了 估计是那两个小娘们 一看居然是那群土匪找来了 可夏雪剑却担心起刚才那小孩 可不能落在他们手里了 你小点声啊 别把山贼引过来了 夜清晚说着便转身要离开 趁着山贼没发现赶快走 不行 我们不能就这么走了 小马还在那边呢 夏雪剑说着便一把将他拽住 夜清晚急了 我没让你走 我说我走 你要是不走 也别拉着我一块送死刑部 不行 我绝对不会丢下小马子 你有病吧你 他又不一定会被抓 你要是这个时候出去 反而把你和他都暴露 夜清晚拉着他劝说道 可是他就是一副 我不听我不听的表情 使劲地挣脱夜清晚的手 毕无反顾地冲了出去 夜清晚看着他毅然决然的背影 嘴角一阵抽搐 咱俩是语言不通 还是你听不懂人话呀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有情有义 大意凛然 善良高尚 其他小说主角都是开挂的 怎么他们这小说的主角 脑子近了朱石一样 还便跑鞭喊 小马快跑啊 有土匪 你们冲我来啊 别抓孩子 同样无语的 还有刚刚赶回来的太夫 这个女人他真的蠢暴 这个世界真的要围绕 一个这么愚蠢的女人展开吗 太夫认真的考虑了一下 要不直接把他做了算了 他已经受不了这个弱智了 果不其然 他一叫就被抓了 有毒啊 夜清晚转念一想 这不是刚好呼应了 女主凤凰山被土匪劫持的剧情吗 真是意外之喜啊 这个弱智看似离经叛道的行为 居然反倒是把剧情给掰了回来 真棒 走吧下山 不救他了 去我们俩怎么救 还不如下山报官 太夫觉得有道理 于是狠心快的同意 随后两人欢快的结伴下山 路上还不忘吐槽两句 这个老太夫简直不是人 眼睁睁看女主角被抓也不去救 果然男人靠得住 母猪都会上述呵呵 你呀能不能跟人家九王爷学学 多跟女主联络联络感情 人家今早已经优惠过了 还约定好等女主从凤凰山下去告发我 这么快就开始密谋除掉我了 看来他们俩已经私定了终身 觉得我碍事了 说不定都已经猪胎案结了 男主就是男主 这速度这效率顶呱呱 此刻的太夫一脸黑线 本官靠不住 不是你让本官走 让本官下山报官的吗 不过老太夫都走了 居然还能回来找我 还算他有点良心 要是现在能主动背自己就更好了 好累啊 此时太夫走上前 累了 我被你 叶清婉震惊了 啥 恋爱吗 灭你九族那种 叶清婉正吐槽 好累啊 如果老太夫现在能主动背自己就好了 太夫一愣 走上前开口道 累了 我背你 叶清婉震惊了 赶紧捂住嘴 他刚刚是不是说漏嘴了 直接把吐槽说了出来 转头便问 太夫 你听到什么了 老太夫一脸平淡的表情 没有啊 我就是觉得走了一整天了 你该累了 哦这样啊 叶清婉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不过还真挺累的 于是也不客气 直接跳到了他的背上 老肌肉真结实 不知道有没有八块腹肌 叶清婉又开始吐槽 就在这时 太夫突然抓住他的手 拉扯着直接往他腹部上一方 摸一下 叶清婉猛了 瞬间从他背上跳下来 弹出去三明远 靠 他不会懂什么读心术吧 怎么我想什么他都知道 但太夫一脸无辜的看着他 怎么了 叶清婉咕咚一声咽了下口水 完了呀 他这个人设立原著小说越来越远 对自己的关心也有点过火 他该不是喜欢上自己了吧 叶清婉细思极恐的想着 与此同时 九王爷看到不断更新的字幕 气得又将茶杯摔在地上 叶清婉这个王八蛋 在外面胡说八道些什么 本王什么时候跟下雪剑优惠了 还暗结住胎 早上优惠 晚上就暗结住胎了 有没有脑子 这不是睁眼说下话吗 造谣 赤裸裸的造谣 王爷这已经是你今天摔的第六个茶杯了 再摔只能用手喝茶了 有违也不知道自家王爷怎么像个火药桶似的 动不动就爆炸 九王爷白了他一眼 凤凰山去了但出了点意外 先是在山脚下碰到疑似太傅的下属将人抢了 他的人似乎也是想把夏小姐送到土匪手中 便一路尾随 谁想到在山腰上又遇到了叶小姐 遇到叶清婉不奇怪 但柳胜跟下雪剑有什么过节呢 九王爷想到这就气不打一出来 不过此番看来叶清婉确实与柳胜在一起 青天白日的 与一个男子结伴出油像什么话 还说什么腹肌 不知廉耻 继续问道 叶清婉可有说什么 侍卫想了想 有的 夏雪剑好像误会是叶小姐找人绑了他 叶小姐不仅没有反驳还认了 如此一来咱们倒是撇得干干净净 九王爷都快气死了 有什么恶解吗 本王就是为了让夏雪剑知道本王极度厌恶他 才绑了他亲手送给土匪 结果被叶清婉认了 还有夏小姐亲口对叶小姐说 您跟他约定了 等他从凤凰山下来就与您一起告发叶家 胡说八道什么 本王压根没打算让他活着离开凤凰山 已去派人暗中上山给土匪散布消息 本王得知夏雪剑被绑架心痛欲绝 势必要将凤凰山土匪全部割杀 还要助他们九族 我就不信了 都这样了土匪还不杀了他泄粉 同时叶清婉与太傅下山报了关 但是太傅非要拉着他一块上山 这场戏他压根没有戏粉 现在加戏都加了一天了 还让不让人好好休息吧 造孽啊 本来都万事俱备 就等男主赶到在悬崖边勇救女主 他该不是想抢在男主之前把女主救出来吧 造反了你 居然企图从一个男二逆袭成男主 此时太傅带着官兵 一路视如破竹 叶清婉看着这场景 这样下去可不行了 要是男二先把女主救了剧情的乱套 自己得想个办法削减一下他的戏份才行 想着就偷偷往土匪头子洞房跑去 可此时连南宫木云的鬼影子都没看到 他难不成迷路了 片刻后终于找到了土匪头子的房间 幸好山寨中的土匪大部分都出去应战了 既然男主不来救人 只能靠自己救了 一脚踹门而入 果不其然 下雪剑正被土匪压在身下上下其手 还好还好 衣服还没脱 剧情还接得上 叶清婉抄起家伙就扑了过去 你这个剧情破坏者吃我一扫帚 可还没等他靠路 土匪就被下雪剑一脚踹飞了出去 刚好后脑勺碰到了地上 当场去世 而这么歪都能碰到 女主就是女主 光环直接套他身上 可能是动静太大 附近的土匪在门外叫唤着 叶清婉也顾不上其他 跑过去拉着他的手就走 可下雪剑想问什么 你先别问了 赶紧跟我跑 一直跑到遇到南宫木云为止 此时下雪剑一脸猛逼的看着他 男主啊 你要是再不来 你的老婆都要被我挖墙脚了 在土匪头子被下雪剑一脚干翻后 惊动了屋外的人 此时叶清婉也顾不上其他 跑过去拉着他的手就跑 两人一路被追到后山 被一道悬崖挡住了去路 不是要跑吗 你把我拉到悬崖边来干什么 跳崖吗 下雪剑没好气的倒 这就是男女主生死相许的地方 可是男主呢 要不拖一会儿 拖到男主过来 看着叶清婉东张西望的下雪剑再次开口 我看你就是不安好心 表面救我于匪窝 实则要将我推下悬崖毁尸灭迹 被我识破了吧 下雪剑一把甩开叶清婉的手 你小点声啊小姑奶奶 别把土匪都招过来 叶清婉紧张的须着嘴 可下雪剑转身就要走 并不想理他 叶清婉赶紧追过去你等一下 再等一小下 我求你的行动 必须拖到男主来 不然前功尽弃 可刚要抓住他的手 被下雪剑一把打开 别碰我 这时下雪剑一脚踩空 只听见一声尖叫 直接摔了下去 叶清婉赶紧拉住他 大姐你撑住我 你可不能现在掉下去啊 你得在男主眼皮子底下掉下去 他还没英雄救美呢 你别怕 我拉住你了 用力爬上来 可下雪剑很意外地问 你为什么救我 你以为我想救你吗 下雪剑整个人悬着掉在悬崖边上 叶清婉艰难地拉着他 这个剧情十分熟悉 英雄就美吗 往常那个英雄都是男主角 今日居然让他一个恶毒女佩克串一把 男主啊 你要是再不来 女主都要被我挖墙脚了 此时一道声音传来 叶清婉一惊 手一滑 两人同时往下掉 糟糕 这下又要重开了 惨叫声戛然而止 此时感觉自己两只手被抓住了 抬头一看 南宫沐云跟太夫一左一右地拽着他 再看到南宫沐云那一刻 叶清婉感动得都快哭了 你终于来了 你再不来 我都要护不住你老婆了 再被他俩拉上去后 回头一看才发现没人了 他老婆呢 下雪剑呢 完了 BBQ了 叶清婉一头坐在地上 大哭起来 下雪剑死了 我也不活了 我在这儿 此时旁边传来下雪剑郁怒的声音 回头一看 他正双手吃力地抓着悬崖边的藤蔓 这才勉强不让自己掉下去 还愤怒地吼着 叶清婉 别在这里假惺惺 你就是想弄死我 你们就我做什么 就女主呀 完了 BBQ了 我都勉强不让自己掉下去 我丢 叶清婉想爆粗口 这个时候 你们不应该就女主吗 愣着干什么呀 把她拉上来呀 此时下雪剑脸都黑了 但还是很礼貌地朝着九王爷行礼 多谢王爷救命之恩 九王爷面无表情地回道 很是不用 本来就是本王命人把你绑上山的 只是中途被旁人截胡了而已 闻言叶清婉大惊 你保的 你有病啊 就在叶清婉想打人的时候 下雪剑居然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三个人面面相去 都不明所以地看着他 王爷是怕我冲动之下 找叶清婉理论 他会杀人灭口 南宫沐云文言都被他气得够呛 自己都跟他说得这般清楚了 他还在自作多情 想象力怎么这么丰富呢 夏小姐想多了 想要你死的是本王 跟叶小姐没关系 刚才救你上来 只是因为叶小姐求本王而已 若是不信 那本王不介意直接把你丢下去 说罢便叫两个亲位上前 一左一右地挟持着下雪剑 做事要把他从悬崖上丢下去 看着此场景 叶清婉赶紧拦住他们 别爱有话好说 现在是什么情况 打是亲骂是爱吗 原著里头 九王爷本来就是这种 附黑傲娇的性子 明明心里喜欢的要命 表面却仿佛跟他有仇事的 不折磨死他不罢休 原是救下来 可下雪剑不领情 还气呼呼地指着他冷嘲热服 你少在这里猫哭耗子假慈悲 在九王爷面前装出菩萨心肠 心里早想把我千刀万剐了 叶清婉看着他这都一宿没睡了 中气还这么足 不愧是女主 哎呀被你发现了 真该死 本小姐早晚弄死你 便顺势而为放了狠话 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说完转身便离开 下班了下班了 这班家的提心吊胆 还没有工资 亏本玩意 坐在下山的马车里不忘吐槽 当女主角真惨 不是被绑就是被打 好不容易被救了 还要遇到个腹黑傲娇的男主 存在爱她的心 做着要她命的事 恋爱吗 灭你九族那种 不过谢天谢地 这场戏总算是演完了 而且男主也已经开始展露 中原红红双手抱肩 坐到了她身旁 那个想上强 结果掉下来的中原红红 真是吃了个大惊 中原红红凑近她玩味的笑道 今日在此处见到我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夜清晚心想 今天晚上是怎么回事 你不该在这出现了 你们几个男主角是商量好了 集体给自己歪楼是吧 只记得原著剧情 是自己救了成为刺客被追杀的她 后来自己因为给九王爷下药的事情 被当街丢臭鸡蛋 才跟她第二次见面 她挺身而出 维护了自己 之后自己才信任她 把她当朋友 可是你压得出现的早了点 中原红红预想过很多种 两人再次相见的场景 但唯独没料到她会这么淡定 居然嫌弃自己来找了 难道是自己的戏份不重要 她看不上自己 可恶 本采花大盗行走江湖十几年 还没有哪个女人敢如此乎是我 中原红红凑上前 亲手抬起她的下巴说道 作为天下第一采花大盗 行走江湖十几年的中原红红 还没有哪个女人敢这么忽略她 她就不信有她拿不下的女人 我心里只有沐云哥哥一个 叶清婉觉得有点冷场了 赶紧把她的舔狗人设拉出来溜溜 中原红红给了她一个白眼 还真是敬业啊 这个时候还在演 自己要不是看过她的吐槽 估计真的要被她的痴情人设感动了 你可以坐我的马车下山 别想涂抹布 不然沐云哥哥绝不会放过你的 叶清婉不耐烦地说道 看她的表情应该是性了 今天真是累得够呛 看来反派也不好演了 自己可得好好吐槽一下这波剧情 拉出面板开始吐槽 卧底又来了 看来她要正式出场了 虽然急了点 但总归对主线剧情没影响 随她去吧 今天的意外之戏 男主开始暴露她精分的性格了 心里爱女主爱的死去活来 但却恨不得整死她 开启虐恋情深戏马 男主的性格真凑蛋了 中原红红 接下来就是你的主场了 好好收集证据 争取三天之内扳倒相府 我看好你呦 话说那个梁公子什么时候死啊 凤凰山的剧情完了 他就该死了吧 你赶紧死吧 你不死相府倒不了 此时马车突然停下 探头一看 说曹操曹操就道 好事好事 剧情这不就推进了吗 居然遇到了梁公子 恳求带她一块下山 中原红红都惊掉了下巴 怎么有这么巧的事情 难道一切都正按照 那字幕里说的在发生 梁公子一定会死 此时梁公子正要解释一番 自己怎么迷了路 可一下被叶青丸打断 没必要说过程 直接上来就是了 说来说去左右不够浪费时间 自己都要困死了 梅空灯这个将死之人多费口舌 不管有多大事 都等她睡醒再说 可中原红红脑补了一路 她到底要怎么死 是现在死 还是一会儿死 是突然意外暴毙 还是口鼻喷血那种 会不会见到自己身上 可正在这时 一鼓一箱飘了进来 所有人都晕了过去 把人迷倒之后 有人捏手捏脚地摸进了马车 来人精准地找到梁公子 直接掏出刀 给他脖子上一抹 此人正是下雪剑 抹完梁公子的脖子后 她慢慢向叶青婉靠近 举起手中的匕首 叶青婉 你去死吧 在下山的路上 下雪剑将所有人迷倒之后 很快找到晕倒的梁公子 直接掏出刀 给他脖子上来了一下 抹完他的脖子 又朝着叶青婉靠近 正准备动手 突然被人一下拽住 回头一看 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他眼前 贺哥哥 你干什么 贺雨本是看到空中突然出现的字幕 怕他有危险才赶过来 可以赶到此处 净撞破他杀人的一幕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下雪剑挣脱贺雨的手 看着倒在地上的人 我知道 我已经查清楚了 就是这姓梁的玷污我姐姐 还冤枉她与人私通 我在上山之前 想办法将她也引来此处 留她活到今日 已经足够慈悲了 贺雨无奈道 你可以报官 报官有用的话 她早就死了 谁会为了一个无品官的庶女 去得罪侯爵辅 下雪剑有些愤慨 既然官府不能还我公道 那我就自己娶 你已经杀了她了 你还想干什么 叶小姐不能杀 贺雨连忙上前阻止 连你也帮着她 你也为了她阻止我 叶清婉是唯一知道 整个小说剧情发展的人 分量肯定很重 如果她死了 可能会对小说世界 产生不可逆的破坏 我没有 我只是 贺雨想解释 可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 可空中凭空出现 字幕这样的事情 她说了又有谁会相信呢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我没打算杀她 我只是想把这把匕首 放在她手上 让人误以为是 她杀了姓梁的 如此一来 不仅可以洗脱她的嫌疑 还可以扳倒叶清婉 可叶清婉听到她们的对话 恨不得跳起来跟她拜把子 不自觉地为她竖起大拇指 女主你终于开窍了呀 真是谢天谢地 她刚才是不是动了 她醒了 梁药难道失笑了 下雪剑指着叶清婉 小声问贺雨 糟糕 差点被发现自己不会中梁药 怪自己得意忘形了 叶清婉狠狠地捏了一把汗 看了半天 她没什么反应 下雪剑才放下心来 没醒 怕是我太紧张了 我把你指手给你握得牢牢的 但是贺雨居然反对 不可以 雪剑妹妹 你这是赤裸裸地诬陷 我一下以为你是个正直善良的人 你怎么呢 这快把叶清婉给挤死了 你赶紧闭嘴吧大哥 人家女主角做事 要你指手画脚 我可是恶毒的反派 她这是在除暴安良 你个男配角别在这散发圣母心了 下雪剑显然很不理解 我为何不能嫁祸给她 我这辈子没做过一件坏事 只想为姐姐讨回公道 就丧尽天良了 叶清婉恶事作敬 我不过冤枉她一回 她就成了无辜之人了 你就开始舍不得她 可怜她了 贺雨有些无奈 自己之前看到叶清婉的那些字幕 她好像也没做过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啊 相反还一直在努力撮合她和九王爷 如此对比下来 反而是她有点狗腰履动兵 物事好人心了 此时的叶清婉快欲哭无泪 你赶紧让开吧 别妨碍女主做事 她好不容易聪明一回 其实 若是叶清婉真的对你有敌 那她从最开始就能轻易杀了你 贺雨再次劝道 叶清婉手握剧本 明明就是个俯瞰苍生的神仙 想对付任何人都一如反掌 她根本就没打算要伤害你 但她一直是在让着你的 好的很 如今连你也站在她那边了 我们这些年的情义当真是喂狗了 我今日不诬陷她 我要让你们所有人看到她恶毒的一面 到那时候 我会眼看着她重叛清离 生不如死 夏雪剑恼怒地扔下最后的话 跑了出去 叶清婉看着她就这么跑了 这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别走啊 匕首给我留下 求你们了 本以为夏雪剑终于聪明了一回 结果她就这么跑了 连匕首都没留下 清晨的一缕阳光照进来 把叶清婉从睡梦中叫醒 她打了个哈欠 翻身准备继续睡 但是什么东西这么硬 搁得我后背这么疼 叶清婉忍不住多拍了几次 中原红红一忍无可忍她的上下棋手 直到她的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 伸手就是一巴掌 摸够了吗 吓得她一个机灵 瞬间跳起 居然看到一个男的 本能的抓紧自己的衣领 你谁啊 睡了一觉就忘了我是谁了 中原红红淡淡的问道 是你啊 你是那个翻墙掉下来的刺客 中原红红脸都气得变形了 能不能不提这茬 没完了是吧 该配合你演戏自己也配合了 人肉坐垫也当了 被你轻薄自己也忍了 但是你不能侮辱我 身为名震江湖的采花大盗 绝对不承认自己翻墙 还能摔下来之事 愤怒的吼道 我没有从墙上掉下来 行行行 没有就没有吧 你破防什么呀 一点风度都没有 叶清丸显然没有 跟不到她的点 也不想再纠结此事 可按正常流程 也该有官兵路过 把我抓走下大牢了 此事远远的看到 好像有人朝这边走过来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于是她冲出马车 大吼一声 杀人了救命啊 这一嗓子吼得 中原红红下的一个激烈 探出头吼道 你干什么 疯了不成 可叶清丸显然没理她的 继续喊 快来人呐 死人了 这时两人飞速 向马车靠近 很快来到她的面前 不许动 车上那个立即下来 死者是谁 尸体在何处 叶清丸唯唯诺诺的回到 死者正是 昨夜上山的梁府公子 本来尸体在车上 但现在 话音未落 中原红红突然抱起 一脚将旁边的官差踹飞 然后一把拎着叶清丸就跑 别怕 他们只有两个人 我这就带你飞 叶清丸很无语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但是她显然看不懂 叶清丸的眼色 还在继续叽叽歪歪 我轻功无敌 踏雪无痕 在江湖上那可是 话还未说完 忽然一股俱力 拽住她的手臂 把她狠狠地往下拉 整个人都能摔倒在地 紧接着一把刀 横在她脖子前 不让她动弹 叶清丸看她摔了个狗吃屎 很拾趣地走到一旁 一副我没看见的表情 而中原红红还在猛逼中 忽然又看到更新的字幕 都跟你们说了 女主角的是 你们少掺和 看吧 摔不死你 话说这么若鸡的采花大盗 确定妖子跟得上吗 哎 不管她了 反正她现在的戏份 就是凑数的 我还是准备准备下大狱吧 听到吐槽的 中原红红气地扑了上去 老子咬死你 老子妖子好的吗 叶清丸吓得 抓住官差的尖喊道 你倒是抓牢她呀 别让她跑了 杀人的事情 她也有嫌疑吗 中原红红 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横走江湖十几年 官府从来都拿她没办法 可当她遇到叶清丸后 一次又一次栽到她的手里 可叶清丸还在那不停地吐槽 现在只要她下大狱 女主角就可以跟男主角 密魔对付相府了 到时候把海盗的事情 一定栽赃到相府 男主啊 你看女主角为了你 又是以身犯险获取情报 又是处心纪律 杀了梁公子嫁祸给我 从而为你争取 扳倒相府的时间 这么好的姑娘 你就从了吧 相府伤你一分 我就图相府满门 天下人损你一毫 我便杀进天下来 多霸气 多浪漫了 待她吐槽完 打卡奖励就来了 可现在破系统告诉她 因她等级不够 无法叠加 此次奖励作废 财富黄金三百两 啥子作废 是因为自己上次的 两个技能点没有兑换吗 可恶 不能叠加 要分等级 怎么不早说 你这不是割韭菜吗 养肥了再杀 叶清丸已经被狗系统气的 暴跳如雷 吓得旁边的人 一脸猛地看着她 这是一把刀意 夹在了她的脖子上 你也与此案脱不了关系 一起带走 叶清丸这才想起 自己戏还没演完 原来这个系统 还分等级的 那自己的美貌 只估计到达了上线 只有突破等级 才会再次出现 可等级怎么突破呢 算了 还是先演戏吧 瞬间快速入戏 回头指着官差大骂 放肆 不许碰我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信不信我让你们人头落地 给我叫柳顺过来 我爹是宰相 谁敢动我一下 色力内忍 但官差还是强行将她带走 一边走她 还一边大喊大叫 我爹是宰相 我是宰相之女 叶清丸 闹得人尽皆知 宰相的嫡出千金 被锦衣卫给逮捕了 特别是她那句 我爹是宰相 瞬间风靡京城 这就是那个九王爷 下药不成 反而成了全京城 笑柄的叶小姐 旁边的人开始议论纷纷 长得挺好看的 就是脑子不好使 脾气还大 宰相大人聪明一事 怎么养了这么个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女儿 上次下药的事 圣上已经大发雷霆了 现在又闹杀人 死的还是梁远猴的儿子 宰相这次要被他坑惨了 看着这么一大群水军 心里说不出的兴奋 虽然梁公子的死亡时间 和地点和援助不太一样 但结果没有变 梁公子确实死了 我也确实被牵涉其中了 殊途同归 一切都对得上 这就够了 我可真棒 至于旁边这位 陪我蹲几天大牢吧 谁让你细分重呢 叶青婉余光瞥向中原红红 很快两人被关进了大牢中 叶青婉就在监狱里 找了个干净的地方坐下 还从狱卒那里换了只鸡腿 和一壶紧 感叹道 这几天东奔西走 可把我累死了 终于能休息一会儿了 中原红红被关在对面的牢房 看她如此悠闲自得 脸都黑了 指着她没好气道 你究竟是来坐牢的 还是来享受生活的 都进行步大牢了 恶也是一天 饱也是一天 何不做个饱死鬼 叶青婉说着 就拿着鸡腿大块躲一起来 可中原红红墙忍着怒气 我堂堂名震江湖的采花大道 连进皇宫偷亲公主都没坐牢 今日居然被这个女人给弄了进来 气死老子了 老子要弄死你 一定要弄死你 九王爷听到叶青婉被抓进了大牢 人都傻了 这么离谱的剧情 居然真的发生了 她真的像那字幕中所说 被抓进大牢里 按道理就算她与命案有关 官府也应该顾忌宰相的面子 高抬贵手才对 难道 所谓女主光环都大到这么离谱的程度了吗 如今她进了大狱 那接下来是否会按照剧情 顺利黑化呢 不成 本王可不能让剧情按照著发展 不然还如何看叶青婉抓狂的样子 本王的好戏也要开场了 此时九王爷眉头紧促 嘴角微高 叶青婉被关入大牢 贺瑜也有些难以置信 怎么可能呢 昨晚他明明把梁公子的尸体 从马车上搬了下去 还让马车缓缓地往前走 匕首也丢得远远的 为什么叶青婉还能被当成是杀人犯抓起来呢 难道原著小说的设定人力无法改变吗 可是人明明不是他杀的 他这不是强行背黑锅吗 贺哥哥 你为何看上去这样心绪不宁 此时夏雪剑打断了他纠结的思绪 他有些心虚 也有些犹豫 要不要去给叶青婉作证呢 可这样的话又对雪剑妹妹不利 夏雪剑自然也知道叶青婉被当成杀人犯抓走的事情 他有一丝得意 你不必担忧 如今这局面只能算叶青婉倒霉 哪怕有那么多人帮着他护着他 他还不是进了大牢 要怨只能怨他气差一招 贺宇看着这样的夏雪剑感觉越来越陌生 自遇到叶青婉之后 他似乎就不再是我从前认识的那个雪剑了 贺哥哥 你先回去吧 我还有些事要与丫鬟商议 贺宇不再多言 他知道只要他决定的是不会改变 只希望他为姐姐报仇之后 不要再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此时丫鬟凑近夏雪剑的耳边 告诉他已经照他的吩咐将消息递了出去 他嘴角扬起一丝笑意 夜清晚 你就看吧 从此以后你便再没有好日子过了 小姐 咱们真的要跟相府对着干吗 你怕了 丫鬟摇头很不解 这倒不是 只是觉得咱们没必要招惹他吗 你不是已经查到二小姐的事跟相府无关吗 我对付相府 并不是因为姐姐 丫鬟自然知道他是为了谁 尴尬地问了一句 小姐 真的这么喜欢九王爷 夏雪剑想到九王爷 脸上不觉露出一丝幸福的笑意 我与王爷 本是同病相连 他在宫中如履薄冰 我在府里又何尝不是不骨为银 我心疼他 想帮他 故而当他在被夜清晚下药却敢怒不敢言的时候 我便发誓 我绝对不会让夜清晚那个肮脏的女人再伤害他 夏雪剑越来越激动 可是小姐 万一九王爷是自愿的呢 丫鬟小心翼翼地问道 不可能 你是没看到他被下药的时候多无助 还有被威胁取夜清晚那种无能为力 多可怜啊 可是奴婢听街上的人说 夜清晚今天就会被放出来了 丫鬟忍不住还是将自己知道的说了出来 瞬间夏雪剑无比惊讶 放了 他杀了人 谁敢放了他 这群官官相护的蛀虫 一定是被夜清晚威胁了两句 就因为惧怕相府的势力 把人放了 不行我要去看看 刚准备走 就被丫鬟给拦住 小姐你别冲动 是九王爷下令放了他的 文言的夏雪剑猛了 不可思议地看向丫鬟 九王爷他为什么要放了夜清晚 他知不知道 自己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 自己都想好了 先嫁祸夜清晚杀人 不仅给相府脸上抹黑 还让相爷一心救女无暇顾及旁的事 九王爷便有足够的时间收集证据 扳倒相府 这样他不仅不用娶夜清晚 不用受相府的胁迫 还能立下大功 在皇上面前露脸 但是他居然亲自下令放了夜清晚 难道是相爷胁迫他的 一定是这样 是相爷威胁他 如果不出面放了夜清晚 就要对他下手 夏雪剑越想越窝火 岂有此理 夜清晚这个该死的女人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简直是无耻之由 正在大口啃鸡腿的夜清晚鼻子一样 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难难道 谁骂我 夜小姐 你可以走了 此时一个官差打开了牢门 夜清晚一愣 问道 官差大哥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是杀人犯 不能放的 官差却以为他在秋后算账 赶紧陪着笑脸 夜小姐您大人有大量 不要跟我们这些人一般见识 我们也是照命令行事 夜清晚更无语了 该不是真要放他出去吧 你们怎么当差的 杀人犯能说放就放吗 有没有一点职业道德 我不走 别拽我 谁让你们放了我的 我爹 还是太府 让我知道是谁敢坏本小姐好事 本小姐出去就把他堵死 是九王爷 夜清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这傻逼九王爷 又特抹的是他 正是不干 一天天就知道歪楼 夜清晚刚关进大牢不久 官差小哥就来让他赶紧回家 这让夜清晚大发雷霆 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要放了自己 让我知道是谁敢坏本小姐的好事 本小姐出去就把他堵死 是九王爷 官差小声说道 你确定是九王爷 夜清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又特抹是他 怎么老是他 这傻逼九王爷 一天天不甘正式就知道歪楼 原作者怎么塑造出这么一个 让人天天都想打死一遍的男主角呢 夜清晚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不能出去 若是此刻出去 女主角还怎么栽赃陷害自己 还怎么收集证据扳倒自己家呀 一想到全剧就女主角一个人在认真搞事业 夜清晚就气得牙痒痒 这个时候自己绝对不能给他添麻烦 坚决不能出去 我不走 你们不分青红皂白把我抓进来 闹得人尽皆知 现在说放就放 让人怎么看我 夜小姐 您就饶了我吧 我们也是讨口饭吃 官差看着蛮横不讲道理的夜清晚 也只好低声下气求饶 讨口饭吃就能抓我 那如果哪天你们想要赏钱了 岂不是连我爹你们也敢抓 一脸得逞的他娇称道 吓得官差连连拱手 不敢 那您要怎样才肯走了 抓到真正的凶手 还我清白 我就走 官差真想破口大骂 这么大的案子 我们眼下没有任何头绪 哪有这么轻易能破呢 姑奶奶 求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出去吧 但不管他怎么说 怎么哄 夜清晚耍起来 就是不肯出去 我就不 除非你能找我害怕的人来置我 这时 太夫来到夜清晚的背后 在他后脑门一弹 站起来 我不 夜清晚撇过头 太夫二话不说 默默的拎起他的衣领 跟提小鸡似的把他滴溜了出去 他们抓了我 害我成了全京城的笑柄 我不做人了 太夫一脸黑线 行了 别演了 你是有多爱演了 就当是给我个面子 闻言的夜清晚一愣 那你倒是给我个面子 把我关起来啊 九王爷还在外面呢 太夫嘴唇上扬淡淡的说道 夜清晚很无语 这个男公沐云不会又想整什么幺蛾子吧 这么碍事的男主 留着真是麻烦 要不还是直接把他做了算了 让夜清晚真是欲哭无泪 男主歪楼 男儿冤嘱 整个剧情全靠自己一个人撑着 夜清晚表示震泪了 都退下吧 全天下的人抛弃我 你都不会不管我的 太夫在一旁眉头紧簇 他到底哪来这么多肉麻的词 文化程度挺高啊 九王爷倒是淡定的很 我实地与宰相大人向来交好 你出事 宰相大人不方便出面 我便来了 你不要想太多 好好好 沐云哥哥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这么晚来接我太辛苦了 我请你吃药 嗨嗨 吃饭吧 好不好吗 夜清晚卑微的祈求 将一个女田狗的形象演绎的淋漓尽致 万事俱备 只限东风 男主角 来吧 狠狠拒绝我 我准备好了 谁知九王爷不给他这个机会 本王已经让下人备好晚膳 你跟我回府吃吧 夜清晚一愣 啊 你刚刚说什么 夜清晚计划好要请九王爷吃饭被剧 可谁知九王爷不按常理出牌 并邀请夜清晚去王府一起吃 夜清晚以为自己听错了 沐云哥哥 你刚刚说什么 九王爷深深地看着他 拉过他的手 本王说 陪你用晚膳 有问题 夜清晚嘴张了又闭上 闭上又张开 愣是说不出一句话 九王爷心里偷笑 就知道他来假的 想本王拒绝你 帮你增添爱慕本王而不得的人设 门都没有 他抬起夜清晚的下巴 从现在开始 本王绝不会让你得逞一次 夜清晚心里发颤 这人怎么回事 你怎么可以陪我用晚膳呢 你应该极度讨厌我 狠狠拒绝我才对啊 还有 什么叫不让我得逞 你陪我吃饭 我不就得逞了吗 到底怎么回事 你的高冷啊 你又歪楼了 真是靠杯啊 夜清晚气节 但如今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谁让他嘴尖呢 坐在马车上 他被太傅跟九王爷一左一右的夹在中间 怀疑人生 左右顾法 这不是女主角才有的待遇吗 按照剧情发展 梁家应该很快就会找上真凶女主 然后双方进行了一轮你死我亡的战斗 对于女主跟梁家的狐猴 夜清晚没有一丝兴趣 反正没有他的戏份 他们就是把皇宫点了都跟他没关系 就是这两货能不能走远一点 怎么跟两坨狗皮高要似的 原助理根本没有他跟九王爷吃饭的戏份 这不强行加班吗 还得继续装舔狗人设 真是晦气 突然夜清晚搭上九王爷的肩 沐云哥哥 你在牢门口站了那么久 一定很累了吧 我给你揉揉肩吧 九王爷看了他一眼 没有拒绝 甚至破天荒地说了一句 好啊 夜清晚惊掉了下巴 开始上手 腿酸不酸 我也顺便给你揉揉 可九王爷居然说 谢谢 高冷艳女的九王爷跟他的女舔狗说谢谢 谢你奶奶个桶 你疯了吧 一旁的太夫暗自付匪 看你还有什么招 这样下去可不行 他得想想办法了 必须把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男主扶回正道 不然下一集就要全聚中了 夜清晚想了想 捏着他大腿的手忽然以用力 狠狠地掐了一把 一边掐一边咬牙切齿的赞叹 哇 沐云哥哥 你的腿真是又长又直 九王爷吃痛 腿本能的一缩 夜清晚健壮 赶紧侧过身 把自己的肩膀凑过去 此时九王爷痛得连已变形 只见夜清晚切切的说道 果然沐云哥哥还是不能接受我吗 呜呜我好伤心 内心想着 来吧 一脚把我踹下马车 堂堂正正地做回你的男主角 可九王爷却压根没有要踹他的意思 而是揉着自己的大腿 苦大仇深地盯着他 这小娘们力气真大呀 可是自己为什么不踹他呢 正常人被人这么用力地掐大腿 第一反应也应该是一脚将人踹飞呀 为什么不踹他 还对他一点也生不起其来 真是奇了怪了 不好意思啊 我第一次给你揉腿 太激动了 稍微用力了一点点 九王爷嘴角抽搐了一下 没关系 日后有的是机会 这次轮到夜清晚嘴角抽搐了 日后 谁要跟你日后 你不厌恶我了 剧情就彻底崩了 不可以 我要发力了 夜清晚有点抓狂 真想一脚把他给踹出去 下一秒 夜清晚就扑了上去 朝着九王爷的肩膀狠狠地咬了一口 夜清晚为了激怒九王爷 使出了浑身解数 他狠狠地向九王爷的胳膊上咬去 只听见咔的一声 九王爷痛得咬紧了牙关 他一把薅住了他的头发 薅头发了薅头发了 他终于被我激怒了 夜清晚激动得快哭了 原来惹人生气 都是见利器活呀 然而就在他感激涕零的时候 九王爷居然只是轻轻地 把他的脑袋推开 说了一句 适可而止 夜清晚一时猛了 这就完了 不骂我两句吗 不把我踹下车 还以为你在哄儿子呢 夜清晚还是坐回了原位 垂头丧气地倒 不好意思 我太激动了 九王爷也只能把这口气憋了回去 无妨 你可知梁公子是怎么死的 九王爷突然问道 不知道 我昨夜中了迷香 没看到 你马车里还藏了个男人 夜清晚条件反射地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跟那个彩花大道什么也没发生 可转念一想 自己解释什么 这不是送上来的机会 让我做见自己的名声吗 不要白不要啊 于是一口就认了 沐云哥哥 我不想的 可是我中了迷香 这才会被他 说着就假惺惺的挤出两滴眼泪 怯生生地拉着他的衣角 可怜兮兮的 对不起 是不是觉得我深夜和彩花大道 共乘一车不守护道 我这样的人是不是不能要了 快快快 羞辱我 次处宣扬 一脚把我踩进泥里 勇士不得翻身 可他一想的结果并没有来 没关系 那人一看就不太行 本王不怪你 太傅整个人一晃 险些摔倒 哈哈大笑不止 今天他怕是要笑死在这辆马车上了 这家伙不至于笑这么大声吧 故意在这里刷存在感的你 叶青婉气的握紧了拳头 我没事 你们继续 他转头看两人都盯着他 赶紧摆摆手 叶青婉人都傻了 这不太行肉眼能看出来的吗 神情瞬间转变 沐云哥哥 你不嫌弃我 九王爷拖起他的下巴 不嫌弃啊 若是真爱一个人 是不会在乎他的过去的 本王知道你定是被人逼迫 有苦难言 本王发誓 绝不因此是嫌弃你 叶青婉听到这 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 大哥你把我的台词全说了 我说什么 随后一下扑到九王爷怀里 哥哥 你可真好 我儿此生非你不嫁 九王爷看他脸色一会儿 轻一会儿白 心里暗爽 小样 还收拾不了你了 今日就是想看看 你敢不敢再继续 既非本王不嫁 那边让我看看你的诚意 叶青婉郁闷了 这特喵的老娘 今天就认栽了 轻一下又不会掉块肉 主要是在太傅面前 实在是有点 算了不就是上嘴吗 闭上眼睛就像九王爷身前凑 太傅实在看不下去了 且慢 看着叶青婉明明不愿意 这种时候还不叫停吗 太傅这是何意 太傅指了指车窗外 马车下已有人等候九王爷多时了 叶青婉月起飞到窗边 居然是下雪剑 此时的叶青婉肉眼可见的喜上眉梢 我滴宝 你终于来了 你再不来这戏我都演不下去了 叶青婉用尽各种办法 惹九王爷生气都没得逞 在他束手无策的时候 终于等来了女主角拦住了马车 这让叶青婉高兴的差点蹦了起来 这简直是天上的神仙下凡来拯救他 可下雪剑一上来就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叶青婉你恬不知耻 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对九王爷搂搂抱抱 实在有伤风话 叶青婉一听 更加牢牢的抱住九王爷不撒手 挑衅道 第一 现在是晚上 第二 沐云哥哥喜欢我抱着他 要你管 这话气得下雪剑脸色铁青 你这寡怜贤耻之人 整个大雨谁不知道你前脚给九王爷下药 后脚就跟那个彩花大到不清不楚的 在马车上待了一个晚上 叶青婉一听 这就是他要的效果 继续再多说几句 最好能把街上的观众都招来 九王爷推开叶青婉的动作 劝说着 别在此处吵 叶青婉可以不把自己的名声当回事 但败坏了名声 日后想要当皇后 那是不可能的 可这一切都落入了下雪剑的眼里 他顿时明白了 果然如他所料 九王爷定是被他拿住了把柄逼迫至此 九王爷您不用害怕叶家 明白我便去官府作证 严明凤凰山剿匪仪式全是您的功劳 陛下必然会论功行少 届时您再也不用看叶家的脸色了 叶青婉文言 在心里默默地给他点个赞 女主角不愧是女主角 做事雷厉风行 说帮九王爷就帮九王爷 说搞垮叶家就搞垮叶家 说到做到 超棒的 但九王爷居然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多谢下小姐好意 只是剿匪仪式 乃是柳太傅的功劳 与本王无关 叶青婉听了一惊 怎么就无关了 恨不得跳起来堵住他的嘴 人家女主角兢兢业业搞事业 你居然不识好歹说不需要 真的是够气人的 九王爷突然感觉一阵寒气袭来 让他不由地打了一个寒颤 看叶青婉这表情 好像是想掀开他头盖骨的感觉 同样看不懂的还有太傅 作为男人 他可以很肯定地说 九王爷对下雪剑完全无感 甚至还有些厌恶 所以这剧情早就变了 只是叶青婉还没有意识到 或者他是意识到了 但不愿意承认 因此想尽办法 绞尽脑汁试图把剧情圆回来 下雪剑没想到九王爷会拒绝他 他现在不正是需要功劳 斩露头脚的时候吗 为什么还要拒绝他呢 您是怕拖累我吧王爷 雪剑什么都不怕 只要能帮上您 下雪剑泪眼汪汪地望着九王爷 对 就是你想的那样 叶青婉为女主的坚持 竖起了大拇指 此时太傅在一旁静静地感叹着 叶青婉拿叶青婉 挂着女配的名号 干着女主的活 操着当爹的心 真是又惨又滑稽 若是叶青婉忽然发现 自己的吐槽能被我看见 他会是什么表情 什么反应 真是越想越期待了 虽然被拒绝了 但下雪剑仍旧不死心 叶青婉 柳大人 今日你们都在这里 我就把话挑明了 帮九王爷作证请供一事 乃是我一意不行 与九王爷无关 说完情深意重地看着九王爷 九王爷你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我就不信你的那些政敌感 把我怎么样 说吧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留下马车里的九王爷一脸猛逼 所以他的意思是 我让他一个小女子 在前面冲冲陷阵 本王在后面坐享其成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 长没长脑子 叶青婉看着九王爷 变来变去的表情 这是在感动吗 突然九王爷莫名其妙地问叶青婉 你说那个下雪剑这么蠢 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叶青婉脸色大变 不是吧老大 人家为了你上刀山下油锅 你不敢动 还骂人家蠢 你到底是不是男主角 叶青婉严重怀疑他 当时看小说的时候没看权 这或莫非不是男主角 九王爷本以为可以借此机会 让叶青婉到王府一起用碗扇 可谁知道半路遇上了下雪剑 要将剿匪仪式上报为他抢功劳 为了在下雪剑去官府之前 他得去将凤凰山剿匪仪式禀告皇帝 然后他们两人就被九王爷无情地驱赶下了马车 这让叶青婉很事无语 一脸猛逼地看着他 不是要一起用碗扇吗 你也快回府吧 别让宰相大人担心 我就是喜欢他爱答不理的样子 帅呆了 太傅 你来接我的时候 怎么不坐自己的马车 太傅看着他 又看了一眼早已恢复正常的街道 贪贪手 谁又能想到 堂堂太傅 会被人赶下马车呢 叶青婉无言 好吧 走回去 一路无话 既然没什么聊的 还不如吐槽一搏 难过沐云你个大傻叉 居然赶我下车 我问候你一户口本 还有你姥姥的 我刚刚给你捏了个腿 你都知道谢谢我 人家女主角为了你连命都豁出去了 你居然不感谢人家 你是不是抽风 傲娇也有个度啊 小心把媳妇给做没了 按照援助男主的尿性 分明应该内心涌起一股暖流 你居然还说人家蠢 你应该感谢原作者把你写成了男主 不然你这样的大傻傲 就是向天在界五百年 你都得打光棍 我不管了 反正最后的剧情就是女主为了男主 奋不顾身帮他请公 男主为了不连累女主 面冷心热的拒绝他 现在不也对上了吗 没错 对上了 所以刚才男公沐云对夏雪剑的绝情一定是演的 他内心肯定早已春心荡漾 他是为了保护女主角才会对他这么冷血 对 一定是这样 剧情没有崩 绝对没有崩 谁敢说他崩了 我跟谁急 哈哈哈哈 太傅终于憋不住笑出了声 急了急了 他急了 叶青婉被太傅忽然的大笑给整猛了 太傅 你笑什么 没什么 就是觉得夏小姐真爱情女子也 叶青婉偷偷翻白眼 看吧看吧 舔狗男儿属性开始暴露了吧 就说嘛 哪有男儿不爱女主的 终于有个好消息了 小小激动了一下 但还是假装不服气的说 太傅 连你也觉得他好吗 哼 不就是去官府作证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也可以 为了沐云哥哥 我愿意上刀山 下火海 太傅瞅着他那小样 真想翻白眼 你可真是痴情 我看你是恨不得一脚把他踹进刀山火海才对 叶青婉愣愣的盯着他 你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 他就像是九王爷的政敌派来祸害他似的 居然当着我的面羊 严助他抢我的功劳 这得是多大仇 才能做得出来这种事 这特喵的老太傅 怎么越说越有道理了呢 我是不是被他洗脑了 感情这剧情缝缝缝编好不容易走上正轨 男女主不是越发相亲相爱 而是相互谋杀呢 此时太傅伸出手 别愣着 快跟上 叶青婉搭上了太傅的手 他感觉男女主的剧情已经一团糟了 现在怎么连他自己也不对劲了 居然觉得老太傅有几分姿色 刚到家门口 九王爷贴身小似 有为早早就候在门口 特意来传话 叶小姐 我家王爷让我转告 故而在此处等您归来 叶青婉倍感意外 什么话特地让你来转告 有为吞吞吐吐好半天 王爷说叶小姐日后 切不可随意与男子搂搂抱抱 叶小姐 我家王爷让我转告您 日后切不可随意与男子搂搂抱抱 有为说完也不解释 非也是的跑了 叶青婉很是无语 转身问太傅 他跑什么 我又不会对他搂搂抱抱 不过仔细一品味这番话 九王爷或许是希望 你以后不要对他动手动脚吧 太傅解释道 叶青婉顿时垂死并重荆坐起 所以南宫沐云还是生气了 有木有 就是说嘛 身为高冷艳女的男主角 怎么会喜欢上 除了女主以外的其他女人 人家的人设还是很对的嘛 这不 转个身就来警告来了 哼 不抱就不抱 还来警告我 叶青婉嘴上嫌弃 但心里早已乐开花 整个人满血复活 可转头就哭得梨花带雨 我太难过了太傅 我得回家哭一宿 随后就蹦蹦跳跳地 哼着哥跑回府去了 太傅看着他走远 忍不住摇了摇头 这像是能哭一宿的样子吗 傻姑娘 九王爷哪里警告你不许抱他 分明是让你不许抱出了他之外的男子 看来叶青婉说的没错 九王爷确实是挺闲的 是时候给他找点事做了 于是招来石狐 吩咐为他做件事之后 石狐便退去 半个时辰之后 梁家就收到了一封密信 梁大人恨不得给石狐跪下 连满感谢太傅大人 信看完就烧掉 切莫泄露出去一个字 今日 小的不曾来过梁府 石狐淡淡地说道 梁大人咬牙切齿道 明白 请石副官放心 今日本官未曾见过任何太傅府之人 我儿知血仇 本官定会让他血债血偿 与此同时 夏雪剑那边去了官府 却晚了一步 陛下亲自下旨 将功劳归到了九王爷跟他的头上 夏雪剑没想到自己还没来得及去作证 是谁泄露了消息 丫鬟告诉他 是叶亲晚亲自去做证求的恩典 夏雪剑很惊讶 为了博取九王爷的信任 他居然截足先登 好不要脸 气得他直接将手中的茶杯捏碎了 他不明白 叶亲晚为什么不给自己求 而是给他求 他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还是说他故意彰显大度来博取九王爷的同情 一定是这样的 这个心思诡诀的女人 我小瞧他了 他既然不人 便不能怪我不义 既然要对付他 必须找个能够取得他信任的人做我的卧底 这是屋外另一个丫鬟跑进屋 不好了 梁府那边好像知道了什么 已经开始有动作 梁府决定以梁公子的死开始报复行动 夏雪剑没想到他们动作这么快 但夏雪剑不着急 反正他们早晚会知道 他既然敢动手 就不怕他们报复 小姐 你准备怎么做 丫鬟有点紧张 毕竟梁府虽然比不上宰相府 但那也是侯爵府 其实他们一个只是五品官家可以抗衡的 我已经查明梁公子跟凤凰山的几个土匪有勾结 私犯官言 但是上次剿匪的过程中 那两个土匪已经死了 现在死无对证 土匪死了 梁公子也死了 若梁府真有什么确凿证据 我们根本说不清楚啊 丫鬟更慌了 既然死无对证 那就让活着的人 自己亲口承认 夏雪剑说着 脸上露出一副高深莫测的笑语 只要梁家人动手 他就有办法让他们不打自招 对了 九王爷那边如何了 陛下可有封赏他 自然是有的 听说封亲王的旨意已经下来了 不日变形家风里 丫鬟回到 闻言的夏雪剑松了一口气 如此就好 谁去寝宫并不重要 只要能让九王爷在朝中站稳脚跟 他便不算白忙一场 小姐 九王爷可有感谢您 他如今应当对您十分好吧 两个丫鬟欣喜地问道 夏雪剑想到九王爷一看到自己 就拉开叶亲晚的举动 脸上不觉露出甜蜜的笑语 想必是怕他误会 他虽然表面冷淡 但我知道他是碍于叶亲晚在 所以不敢名言 我都懂的 我不会让他为难 此时房顶上的两个人满脸黑线 似乎忍不住低声嘀咕道 这下小姐怕不是个傻子 谁都看出来了 九王爷对他冷淡得很 他居然能给援回来 太傅默默地看了屋里的夏雪剑一眼 你跟傻子计较什么 朝中局势莫测 他自己主动出来给人寝宫挡刀 无怨无悔 还不用酬劳 别说是九王爷了 换做他他也想要 而且夏雪剑大概不知道 他以为对他很有意思的九王爷 此刻正在书房里 思念着那个杂伤自己的人吧 这个名存世王的所谓女主角 怕是已经没用了 要不由自己做主 麻绳一捆 就地埋了吧 石狐愣了一下 老爷骂人还真是质朴 咱们大半夜的又是偷窥九王爷 又是偷窥夏小姐的 是何意思 没什么 本来是想看看他准备如何对付梁家 但是感觉他这大聪明 也想不出什么惊天地气鬼神的办法 梁家那边的尾巴 清理干净了吗 太傅说完带着石狐就悄然退下去 放心吧老爷 不会有人知道是您向梁家透露的消息 太傅刚刚离开 贺宇就从窗户外面翻了进来 随着叶清婉的吐槽越来越多 他的心就越发的不安起来 总觉得这样下去 雪剑妹妹会惹大祸 夏雪剑看着他 心情大好 贺宇哥哥 我等你许久了 怎么这么着急叫我来 贺宇问道 你知道中原红红吗 贺宇一听整个人僵在原地 本来是不知道的 但自从偷听了叶清婉的吐槽 就知道的大概了 你问他做什么 我需要你帮我查查他 看他为什么会无缘无故 出现在叶清婉的马车上 还有 他似乎已经从大牢中逃出来了 如果可以 我想见他一面 贺宇人都傻了 难道雪剑妹妹 真的会向叶清婉的字幕不所述 跟中原红红联手对付宰相府 中原红红就是让宰相府万劫不复的卧底 而雪剑是始作俑者 你找中原红红 是不是为了对付宰相之女叶清婉 贺宇问道 夏雪剑根本不想听 是 雪剑 从前你为了报仇隐忍数年 我知道你心性良善果敢 是最纯净的姑娘 可为何唯独对叶小姐有这样大的恶意 只是因为她与你的心上人都是九王爷吗 叶家不倒 九王爷永远登不上那万人之上的至尊之位 她也当不了皇后 贺宇不知道她的雪剑妹妹 不知何时已经变了 九王爷若想登上皇位 最需要的 恰恰就是叶家的扶持 夏雪剑丝毫没有注意到贺宇的变化 继续道 她有我就够了 我可以为她拉拢全城 披荆斩棘 哪怕是山血海 我也愿意为她走一遭 待她登基之后 我便是皇后 我要让曾经看不起我的人 欺误我的人 都沉浮于我的脚下 夏雪剑自顾自地幻想着自己的未来 贺宇愣愣地看着陶醉的她 她自幼认识的夏雪剑妹妹 不知何时 居然变得让她如此陌生 好 如果这是你想要的人生 我也愿意陪你走一遭 她转身 我会替你联络中原红红 明日五十一刻 城外聚合装门外会合 夏雪剑终于在贺宇的帮助下 见到了中原红红 当中原红红见到夏雪剑的时候 脑子不知为何就猛了一下 觉得她长得虽然不是很惊艳 但有一股我见幽怜的脆弱感 凭空地让人生出一副 想保护她的心思 随即她就反应过来 这她提案难道 就是叶青丸所谓的女主光环 我靠 这么强大的吗 夏雪剑开门见山 中原红红 我想对付叶青丸 你帮我 中原红红一愣 满脑子问号 大姐咱们很熟吗 女主了不起啊 上来就命令人 她跳下围墙问道 我为什么要帮你 你上次不也帮了我吗 夏雪剑知道 她上次在马车里 根本没有晕倒 一个采花大道 岂能被劣质弥香弥倒 所以她很自信 她一定会帮自己 你既知道是我杀了梁公子 却没有在牢中揭发我 我便知道 你一定会帮我 夏雪剑继续说道 但是中原红红就觉得 这女人体验的有毛病吧 她上次是怕被叶青丸发现 所以才装晕的 再者说你杀不杀人 跟你有什么关系 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但一想到她收了钱 要协助这个傻逼女人 搬到叶家的 就她娘的烦躁 娘的 就因为她是女主 老子就要帮她 听啥呀 要不老子干脆 把这个傻缺女主宰了吧 那大家不都自由了吗 想到这 她的眼中露出一丝杀意 而夏雪剑更加兴奋 看来她已经进入状态了 还需要再推一把 如果让官府知道 明镇江湖的采花大道 居然还在京城 你猜猜 他们会怎么样 文言的中原红红一脸怒意 给你点颜色 你就开染房了 我给你个梯子 你咋不上天呢 你威胁我 她这辈子还是第一次 被小丫头威胁 不用你去说给官府听 老子现在就去衙门口击鼓去 说吧转身就冲向了门外 夏雪剑都猛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要挟你 我只是想跟你合作 可是人早跑没影了 这什么情况 刚才不是谈得挺好的吗 怎么突然谈崩了 夏雪剑正郁闷着 一只手突然搭上了她的肩 谁 一个身穿夜行衣的人 出现在夏雪剑的身后 看不清脸 戏谑地说着 她不与你合作 我同你合作对付夜清婉可好 夜清婉原本听到 九王爷特意命有位来警告她 正高兴九王爷的人设压根没崩 丫鬟就兴高采烈地跑进来 小姐小姐 好消息 陛下让人来宣指 之前对老爷的惩罚全免了 夜清婉眉头一跳 预感到大事不妙 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小姐你英勇无畏 冒着得罪柳太夫的风险 为九王爷跟夏小姐争取功劳啊 陛下还有专门的旨意给小姐呢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夜清婉很疑惑 她什么时候去争取的 她自己怎么不知道 到底是哪个小王八 顶着我的名义篡改剧情的 我献了她家祖坟 此时被骂的九王爷 忽然打了个喷嚏 只当是昨夜受封了 还不知道自己差点祖坟不保 小姐 你怎么了 老爷不用被罚 你不高兴吗 呵呵 高兴 高兴死了 夜清婉笑的笔窟还难看 如果按照我设定的剧情 到时候一切罪责她全部承担 爹娘至少还能安详晚年 现在不知道哪里冒出来 一个王八改的剧情 以后可能真的要祸及全家呢 这么久以来 她一直努力地掰执剧情 很大一部分原因 也是为了相府 不行了不行了 她得赶紧推动剧情 让相府赶紧倒台 让父亲告老还乡 安详晚年 夜清婉为了掰执剧情 想尽办法让相府赶紧倒台 她是使出来浑身解数 这阔剧情真是让她无处不想吐槽 话说那人从墙上掉下来的采花大盗呢 怎么还不来谋害我 能不能敬业一点 有点职业操守啊 不过是有点难为她了 明明心里恨不得弄死我 表面上却要像个舔狗一样 对我唯命是从 忽然有点小期待 她要怎么舔我呢 是给我沏茶倒水 还是捏腿揉脚 还是 嘻嘻嘻 这小说都是我在舔别人 没想到我也有被舔的一天 狗系统终于有点人性了 轮到我好好享受被人舔的滋味了 此时的中原哄哄如遭雷击 她本来还想着过来通知她下雪剑 要对付她的事 现在说她是个舔狗 叶青碗 老子弄死你 刚刚还站在乡府的围墙上 犹豫着要不要跳下去 毕竟叶青碗虽然捉弄过她好几回 但相对于她 她更讨厌帮下雪剑 但是现在不用犹豫了 她先弄死叶青碗 此时的叶青碗对于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 还自顾自的吐槽 不过她也挺可怜的 当采花大盗之前 也是个纯情小少年 钟情于一个青楼女子 不仅不介意她的出身 还散尽家财为其赎身 为了娶她 还跟父母族人断绝关系 搞得众叛清理 结果新婚当夜 新娘居然跟秦郎私奔了 害她沦为全城的笑柄 换谁受得了啊 难怪她专抢新娘子 这是给整出心理阴影了 所以说 不要谈感情 多伤钱呢 看着上一秒还在安安静静的 下一秒就暴跳如雷的王爷 有位真是一脸猛逼 王爷这是第八个茶杯了 南宫木云七的脸都白了 什么破乱画本 叶清婉不是本王的专属舔狗吗 为何还要给她额外的感情戏 相比于九王爷的恼火 太傅却笑得差点断气 原来舔狗也能有舔狗 有趣有趣 学到了学到了 最难以接受的 大概就是中原红红了 叶清婉 老子今天一定要杀了你 阎王爷来了都不好使 他怒气冲冲的冲进去 响荡一声踹开叶清婉的房门 双目通红 脸色发黑 恶狠狠的盯着一脸猛逼的叶清婉 同时 还有一脸猛逼的宣指进军统领 大内第一高手 大与高手榜排名第二的孟涛 这谁 中原红红问道 进军统领 来宣指的 叶清婉回道 武功特厉害吧 中原红红小心翼翼的问 京城高手榜第二名来的 你找我有事 叶清婉一脸问号 没 中原红红摇摇头 耐滚 好嘞 说完羞的一声就飞走了 虽然中原红红杀自己不成 但叶清婉看到他怒气冲冲的模样 想来是恨极了自己 中原红红的戏份算是对上了 他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这剧情里总算有个正常人了 今晚奖励一下自己 去一红院喝点小酒 结果才出门 那个中原红红不知道咋回事 微鬼祟祟的又跟上来了 喂 你的孟涛很熟吗 他问道 不熟啊 你能跟你师父熟吗 那是不能 等一下 进军统领孟涛是你的师父 叶清婉的意道 我作为未来皇后的候选人 由进军统领亲自教导骑射 有问题 怎么样 现在更想弄死我了吧 江湖人是不是最喜欢 势均力敌的切磋吗 中原红红张了张嘴 又无奈的闭上 好像还真的没有问题 难怪这小娘们轻功那么好 看来是有秘功夫在身上的 如果他现在动手 万一打不过他 岂不是很丢人 最后他还是决定走迂回路线 找机会先试探他功夫 再决定动不动手 可在叶清婉眼里 他可真是全剧最爱港敬业的男配角 全心全意想要搞死他 他可太感动了 对了 我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叶清婉这不经意的举动 吓坏了中原红红 别打我 突然空气瞬间安静了 尴尬的中原红红想扣脚趾 我今晚不能跟你打了 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做 说完叶清婉一月而起 他差点忘了 今晚是梁公子的头期回魂夜 这么算来的话梁家今晚就要倒台了 叶清婉却跃起来 不容易啊 终于把剧情熬到高潮部分了 今晚这场大戏要是演好了 女主就彻底翻身把歌唱了 叶黑风高夜 装神弄鬼石 今晚是梁公子的头期回魂夜 如果今晚这场大戏要是演好了 女主就彻底翻身把歌唱 而女配就要倒霉了 这让叶清婉高兴不已 自己终于要倒霉了 不过她还是有点担心 因为她总感觉男主们的人设 都隐隐的不太对劲 但大致剧情却又都全部对上了 其他人暂时还不怎么担心 她现在最怕的就是那个心黑的老太妇 因为女主翻身之后 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她 而协助女主的人 就是老太妇 并且老太妇在这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老太妇 女主根本不可能扳倒叶家 所以说 老太妇那里万万不能出一丝纰漏 虽然她老是骂她是心黑的老太妇 但是现在知道老太妇要去帮女主对付她了 心里竟然有一丝不舍 老太妇平时对她凶神恶煞的 不知道对着女主会是什么态度 可还是想看看平时里不可一世的老太妇当舔狗的模样 吐槽一出 所有男主们都一脸问好 太妇听到她的心声 她很是无语 她怎么可能去帮下雪剑 现在宰相已经重新得了圣宠 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剧情里这时候的她还尚改着跟相府作对 有什么疾病吗 如果说是为了下雪剑 可她与她总共见面不超过五回 有什么理由会帮着她对付叶青婉 除非小说世界的设定真的那么强大 强大到能在一瞬间改变人的心性 她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得试着改变一下这个剧情的规则 不然她就要眼看着自己跳进火坑了 她招来石虎 让她去通知梁远博 今夜无论如何 都不要跟下雪剑有任何接触 最好关门庇护 所有人不得出入 然后又安排做完此事后 再去找锦衣卫签护 让她带人埋伏在夏家 只要下雪剑一出现 立刻绑了 彻底隔绝她跟梁家的联系 看她还怎么扳倒梁家 很快乡也已经得到了消息 太妇真的为了那个庶女对付梁家 老管家微微拱着身 应该错不了 梁远博今夜本打算 借梁公子回魂来除掉那个小庶女的 但是消息不知道 怎地就传到了柳大人耳中 相爷微微眯着眼 原本柳盛想帮谁与她无关 唯独这个小庶女不行 因为她会威胁到她的宝贝女儿 入夜 街上早已宵禁 夜黑风高 无意人意 唯有梁家灯火通明 哭喊声一片 今夜是梁公子的回魂夜 虽然柳盛不让他们外出 但沙子之仇 如何能善了 梁远博就算是豁出老命 也要下雪见血债血偿 此时的打羹声响起 一直在内堂闭目养神的梁远博猛然睁开眼 随即站起身 目光炯炯的看向门外 此时烛火全灭 不管是灵堂还是院内 瞬间陷入一片黑暗 短暂的死记之后 众人立刻一下恐慌 说吧 内堂屏风后面呼啦啦飘出白色鬼脸来 十足一具具幽灵 灵堂四周猛然亮起了轻悠悠的鬼火 如游魂野鬼 在灵堂四周窜来窜去 夜清晚一直躲在远处 好好的言情剧 眼上鬼片了 现在的小说都内卷成这样了 人家的女主角还在 我不听我不听的眼言情剧的时候 咱们的女主角都开始眼上鬼片了 这是要卷死她们啊 敬夜 真敬夜 而且男主们好像也开窍了 老太傅居然主动帮女主挡灾 看来我的剧情回归正轨指日可待啊 你今晚算是死透了 阎王爷给你做人工呼吸都没用 梁家闹鬼嘞 中原红红突然出现在夜清晚身边 兴致勃勃 如果可以 她甚至想客串一下女鬼 夜清晚白了她一眼 你来干什么 你好像很兴奋的样子 当然兴奋了 我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鬼呢 你觉得下雪剑能赢吗 中原红红问道 当然赢不了 今晚她死定了 夜清晚说的咬牙切齿 但心里很清楚 她怎么可能会死 她可是女主角 她要是死了 这句算是凉透了 到时候夜清晚又要重新进入轮回 反复生 反复的死 如此循环往复 没完没了 不仅累 死很痛的好不好 如果她没死的话怎么办 中原红红又问 你就不能把嘴壁上好好看戏吗 下头都闹飞了 夜清晚没好气到 深夜 梁府的灵堂里 一团团鬼火飘来飘去 吓得众人屁滚尿流 哭爹喊娘的四处乱窜 梁夫人吓得瘫坐在地上 浑身颤抖 身边的丫鬟早就跑得没影了 哪怕是她儿子 但还是发自内心的恐惧 梁远博倒是还算镇定 大声喝赤道 什么萧萧鼠辈 居然在侯府装神弄鬼 给本侯出来 话音刚落 一声淒厉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爹 娘 孩儿好痛啊 声音悠长淒厉 饶是远处的夜清晚等人听了 都禁不住一阵毛骨悚然 我靠 不会来真的吧 玩这么大 叫声有远极近 最后一道身影飘入灵堂 待看清来人 俨然就是梁公子的模样 只是身上破破烂烂的 像是被什么烫伤的 肉都熟了 爹 娘 判官大人说 孩儿祸害人命 烟灭罪证 此后便把我打放同住地狱 日日受同住袍落之行 孩儿好痛 我的儿啊 你怎么这样命苦 梁夫人哪里见过这场面 顿时心痛的大声痛哭 也顾不上害怕 扑过去抱住她的宝贝儿子 颤抖着手 阎王爷太狠心了 我儿身上连一块好肉都没有啊 但是梁远博围观多年 如何能被这等手段蒙骗 当即拔出佩剑 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这绝不是我的儿子 谁在装神弄鬼 给本侯出来 就在此时 一束金光 忽然 从灵堂上方照射下去 晃得她一眨眼 在看时 堂上坐着黑面判官 左右王朝马汉张龙照顾 前方站一白银女子 判官惊堂目一响 堂下何人 小女下雪霜 此人正是下雪剑的姐姐 小女一告梁远侯独子梁文艺 坚无小女 为求脱罪 散布谣言 污蔑于我 害我有口难言 有冤难深 只得一死 二告梁远侯 为包庇其二 串通官府 让小女投告无门 梁文艺 你可认罪 判官立生指责 梁文艺跪倒在地 晓得认罪 既然如此杀人偿命 王朝马汉上狗头闸 王朝马汉立即左右架起梁文艺 送到狗头闸上 二话不说 咔嚓一声 弹下她的脑袋 脑袋顿时在地上一滚 饶是梁远博心理素质在墙 看到自己儿子的人头滚到地上 也浑身颤抖起来 梁远侯你可认罪 本侯有什么罪可认 砰的一声 金唐木再次拍在桌案上 大胆狂徒 金仍不知悔改 王朝马汉 狗头闸伺候 梁远博连连跪下磕头 我认罪 我认罪 是我包庇小儿 收买官员 就在此时 灵堂周围满满当当地围满了官兵 为首者正是刑部上书 梁远侯爵 你真是有负圣恩了 梁远博见状 彻底傻眼了 久久才反映过来自己是重计了 目光在人群中搜索 终于锁定刚刚摘下判官面题的夏雪剑 原来是你 对 就是我 夏雪剑看着她 眼里充满了仇恨以及复仇之后的痛快 叶清婉一见她接下人皮面具 瞬间明白过来 这不是系统给她的易容术吗 什么时候被她学去了 此刻的中原红红默默地抬起头 哇 今天的月亮真圆 她不出声 叶清婉都忘了还有这个卧底 看来她已经跟夏雪剑接上头了 不错不错 这剧情总算回归正轨了 新卫啊 梁远侯正脱了 她好像要破釜沉舟呢 中原红红突然拍着她的肩膀说道 后面所事与我无关 梁远侯不知道从哪拔了一把剑 她朝着萧雪剑刺过去了 你说什么 叶清婉见状 吓得一声吼 叶清婉眼看着梁远伯的剑架在夏雪剑的脖子上 吓得惊呼 卧槽 不要啊 梁远侯你大爷的你搞偷袭 你玩不起 你个小垃圾 此时九王爷出现在了梁府 叶清婉瞬间将在原地 眼珠子左滚滚右滚滚 很艰难的改口 不要停 不要停 捅死她 夏雪剑受伤了 叶清婉必须得去看看她死了没有 这个女主角是真废 一个没看住就被人捅了 能不能给我支冷起来 你这样子我护不住你的呀 快快快 带我下去啊 叶清婉催促着中原红红 中原红红直翻白眼 你压清宫比我都好 你下不去 装什么大尾巴狼 这不是下头有人看着吗 叶清婉指了指大厅 真不知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虽然有些怨念 但还是把她带了下去 此时灵堂早已乱成一团 梁远博被控制了起来 夏雪剑被贺雨抱了起来 跑进了旁边的厢房 准备进行急救 叶清婉等人只能在门外急得团团转 焦急地一直扒了门缝 而此刻的男主们 九王爷抱着手 冷漠地站着 中原红红叼着根尾巴草 坐在廊边 吊儿郎当的 好像还挺开心 最过分的要数太妇 居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花生米 一边吃一边问 吃吗 叶清婉真的想掐死她 大哥 你可是男儿啊 女主的专属舔狗 不是吃瓜群众 能不能有一丢丢的职业精神 你这样子我很难做的 此时房门忽然打开 一脸疲倦的贺雨从屋内走了出来 精神违靡 看来夏雪剑伤得不轻啊 怎么样了 叶清婉上前拎着贺雨的衣精问道 别问我怎么在这 别问我任何问题 告诉我夏雪剑怎么样了 快说 血止住了 若是能熬过今夜就无碍了 什么叫熬过今夜 太夫边说边将夜清婉往外推 对 我这就要走了 我根本就没想进来 能不能活过来 全看她的造化 我一颗钟都不想看见她 说着两人便离开了梁府 夜清婉顾不上其他 赶紧跑去拿了一堆商药 还把系统的技能点兑换成了顶级外壳手术技能 然后趁着夜色偷摸入了夏雪剑的房间 这样那样的操作一番之后 夏雪剑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好转 她大大松了一口气 她凑近夏雪剑 你可得好好活着呀 咱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我护你一次可以 但不能永远护着你 完事后准备离开 正想去开窗 窗户却自己开了 随即一双乌黑的眼睛映入眼帘 四目相对 她一愣 对方也一愣 就这样很突然 太傅 夜清婉眼睛往下 看到她手里拿着一个药瓶 顿时心下了然 原来是偷偷来救女主的 果然 刚才的袖手旁观是演出来的 别误会 我是准备来毒死她的 太傅连忙解释 这个老太傅真能演 本姑娘差点信了她的邪 此地无银三百两 想救人就想救人呗 夜清婉差点没忍住笑出声 这真的是毒药 不信你自己看 太傅有点急 打开药瓶就要往她鼻子下送 夜清婉笑死 她之前还担心剧情走偏 看来是她多余了 人家这不是半夜送温暖来了吗 现在想想就凭下雪见一个无品官数女 她如何能说动刑部尚书亲自陪她演戏 这其中柳胜肯定出力不少 还有判官夜审梁家父子的戏码 显然是中原红红叫给下雪见的 梁远侯之所以如此激动 应该是中了轻微致患的毒药 这是贺雨的功劳 所有人都在照原住走啊 老天爷带我我不薄 我要去杀枝鸡还神 太傅大半夜来到下雪见的房间外 结果雨夜清婉对上了 原本她因老太傅之前的种种行为 担心她会不会跟着剧情走 现在看来是她多余了 人家这不是半夜送温暖来了吗 老天爷带她不薄 她要去杀枝鸡还神 虽然内心兴奋的要起飞 但表面上还要装作一副很生气的模样 就算这真是毒药 那又如何 今夜刑部尚书为何会出现在梁府 太傅 你说得轻吗 你怀疑我 不是我怀疑你 是事实就在眼前 下雪见一个无品官庶女 若是没有靠山 她如何请得动刑部尚书 夜清婉说着又补充了一句 而且 据我所知 刑部尚书可是太傅大人举荐的吧 柳胜皱着眉 我没有 夜清婉冷哼一声 太傅说没有就没有吧 道不同不相为谋 从此你我恩断义绝 说完就准备走 柳胜一把拽住他手腕 夜清婉 你信我 看他那着急啊 不知道还以为自己才是他心肩上的人呢 可真能演 住口 从你口中说出的话 我连个标点符号都不会相信 大哥 别再歪楼了 做你自己该做的好吗 就在此时 中原红红忽然跟了出来 放开他 他一掌打向柳胜 为躲避 柳胜只能松手 带我离开 等柳胜反应过来 中原红红已经带着夜清婉飞走了 柳胜看着远去的两人 愁得不行 这误会大了 他就不明白了 好端端的 怎么把帮下雪剑的事情扣在他头上了 夜清婉离开下府 正翻墙回家 今晚多谢你 待我脱身了 夜清婉赞赏地拍拍中原红红的肩 不过你怎么会知道我在下府 碰巧路过而已 中原红红有点心虚 难道要告诉他自己一直在跟踪他吗 天色不早了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说完就从墙上跳了下去 刚下地就见身后有一人直挺挺地站在他面前 爹爹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睡啊 这是在等女儿吗 自然是等你 谁让你近些日子都不走正门 爹只能在这儿等你 梁远猴死了 什么 死了 不是刚才下了刑部大牢吗 怎么就死了 夜清婉不敢相信 是在押往刑部大牢的途中 被截杀了 是谁做的 这个夜清婉确实是没料到 都倒台了 还要下杀手 若是没有猜错 应当是柳胜的人做的 相爷说着 夜清婉没想到 这个老太傅 方才还在自己面前演深情 转过头去又帮夏雪剑将梁家斩草除根 当真好心机 爹爹 柳胜会不会对我们不利 夜清婉问道 这也只是爹的揣测罢 相爷摸摸他的头 让他平静下来 柳胜本来就是陛下扶持起来 对抗我们这些老朝臣的 与我们对立是早晚的事 如今梁家给他一个机会 他自然要顺着这条线 撕开一个口子 倒是那个小树女 心机手段 杀法果决 出乎爹的预料 那必须的 人家可是一手扶持起来的女主角 但表面上还是要装出一副吃醋的模样 爹爹 连你也看好下雪剑 他有什么好的 就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小树女 你啊 就是沉不住气 早晚得在他手上吃大亏 他本该为这个女儿料理好一切 但眼下他在朝中父辈受敌 陛下对相府早有戒心 若一旦被柳胜抓到把柄 这百年相府 怕也要像今夜的梁府一样 复制一句了 与此同时 平白被扣了顶大波的柳和胜 正有气无处罚 他站在下雪剑的床前 拿出毒药 正要对下雪剑下手 石狐却忽然急匆匆地跑进来 老爷 先别下药了 有急事 柳胜差点跳了起来 何事不能等我毒死他再说 老爷 梁远侯死了 柳胜很诧异 什么时候的事 谁做的 快说 梁远驳死了 居然是刑部尚书下的手 柳胜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可石狐告诉他是因为刑部尚书 跟梁远侯那群老臣有仇 当年他父亲就是被这群老臣排挤 被下放到离山 最后病死在路上 当时扶他上位 就是看中他跟那群老臣之间有血海深仇 柳胜揉着太阳穴 头疼的厉害 千算万算 居然把这茬给忘了 他今夜是真的有心帮梁迦 想让下雪剑死的 一来他不想像叶青丸吐槽的那样 成为下雪剑的专属舔狗 帮他往上跑的垫脚石 二来更是想试探一下女主死亡 会对话本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可他明明已经做了这么多了 梁迦还是倒台了 下雪剑依旧死不了 说实话 他现在有点慌 第一次发现自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等一下 咱们跟刑部尚书的关系 宰相知道吗 实乎愣了一下 大概不知道他家老爷今夜智商 为何会接二连三的掉线 朝堂之争 相爷又不是傻子 那他不会把杀梁远侯的事算我头上了吧 柳胜这次真是是冤枉他妈给冤枉开门 冤枉到家了 实乎点头 不然算谁 柳胜差点抱粗口 自己苦心故意做的一切全白费了 这是下雪剑的丫鬟一路喊着 小姐醒过来了 实乎 你去把下雪剑杀了 实乎愣住了 柳胜不仅想他死 还想他赶紧死 他不死 他怎么跟叶青婉解释 相爷他们怎么想不重要 但他就是不想叶青婉误会自己 说不出原因 就是当时他带着怀疑的目光看着他时 他心里非常的不好受 柳胜这边愁云密布 叶青婉那边敲锣打鼓 一边吃着葡萄一边吐槽 这个心黑的老太妇 演技是真好啊 不过今晚这场大戏演的是真的爽 女主角终于要粉末登场了 照这样演下去 我很快就要倒台黑化了 终于也要轮到我拿起小皮鞭 蹂躏男主角们了 今天的葡萄都格外的甜 果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接下来的剧情 梁家倒台之后 下雪剑就借着跟柳胜的关系 跟刑部尚书联系上了 两人一个在明 一个在暗 火速地收集相扶的证据 紧锣密鼓地计划着扳倒相扶 这期间还拉拢到不少寒门学子 一步步地扶他们上位 以此来对抗架空现在的这群老臣 这个过程中 叶清婉作为全剧最大的女反派 自然是要一直被虐了 柳胜刚下朝 就被相爷叫住 柳胜很淡定的行礼 但却恨不得脚底抹油 倒不是怕 只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太傅大人 咱们千年的狐狸 老夫就不陪你眼聊斋了 大人未免太着急了 这么快就推倒了梁远侯 下一步是不是想对老夫下手了 相爷误会了 太傅大人不必跟老夫解释 老夫很清楚自己在朝中的位置 也从未奢望能跟太傅大人互帮互助 老夫的这么一个女儿 如猪如宝 太傅大人可不要打错了算盘 警告一位十分浓烈 一听到他提叶清婉 柳胜肉眼可见的慌问 相爷您真的误会了 我对叶小姐从来不曾起过伤害之心 那自然是最好的 不过这可不像太傅大人的形式作风 大人做事 不是向来都寸草不生的吗 柳胜呆住了 寸草不生 这个词不是叫斩草除根吗 相爷对下官误会已深 下官不多辩解 指望您且看下官日后所为 本乡拭目以待 柳胜文言 整个人将在原地 眼下必须赶快撇清 与下雪剑的关系才行 他绝不能再让叶清婉误会了 冤红红将叶清婉送回相府后 就气冲冲地跑到一处隐秘的巷子 二话不说就把一处院落的大门给踹开了 何道人 你给老子出来 你给老子说清楚 是不是你偷了老子 从叶清婉那里搞来的一荣术 还给了下雪剑那个臭女人 此时一个身着盗袍 先锋盗谷的人正在品查 丝毫没被他惊扰到 收人钱财替人消灾 老夫不过是按江湖规矩办事罢了 以平日行事放浪行骸 老夫不说什么 但正是还是要干的 下雪剑给你多少钱 我还给你 何道人这才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 不只是钱 这是宗主的意思 中原一点红一听到宗主 气焰立刻就没了 但还是不太信 宗主会管这种小女儿家的争忠吃醋 何道人轻轻凝笑 你真以为这只是两个丫头争忠吃醋的事 不然呢 他还是不服气 这两个丫头 不过是万丈深渊里探路的两颗石子 真正的战争在朝堂 在帝王家 中原红红掖了一下 但还是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赌气道 我对你们这些勾心斗角没兴趣 反正帮下雪见到叶清婉身边坐卧底 这是我干不了 你另请高明吧 说完就摔门而出 临走前还一脚把河道人的大门给卸了 老东西 修门去吧 男主们各个心事重重 叶清婉却无比惬意 这些天被他爹严令不许外出 天天在家里躺着 都快躺成瘫痪了 没事干 就先把今天的卡打了 领取奖励才是王道啊 从今天开始 我再也不用去叔叔念书了 正是成为一个整日出入烟花之地的小富婆 一个字 爽 但是爽归爽 正是还是要干的 比如搞一搞南宫沐云 俗话说 只要男主上到位 女主三界都干费 按照剧情 接下来我要让南宫沐云被皇上猜忌 让他有被踢出皇位继承人的危机 这样的女主才能带着他的圣母光环一路披荆斩棘的杀过来 对了 我忘记吐槽老太傅了 此时的柳胜一脸猛 为什么吐槽本官会笑成这样 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个叶青晚 该不是有什么傻缺事情安在他头上吧 我不其然 字幕再次出现 老太傅要去给女主表白了 说什么 你不是我优越生活里得不到的缺憾 而是我窒息生活里 透不进来的阳光 就算你拒绝我 也请你记住 你是我呼吸的理由 柳胜看着字幕 一口冷气吸到了心肝上 这是自己能说出来的话吗 对着下雪剑 你疯了还是我疯了 看着叶青晚的吐槽柳胜的字幕 中原红红爆发一阵狂笑 想不到啊想不到 平日里一关楚楚 一本正经的给他们念知乎者也的太傅大人 居然有这么情义绵绵的时候 此时字幕再次出现 最敬业的就是那个中原红红啊 不仅帮女主辩戏法忽悠良家 居然把我一荣树都偷给了女主 我觉得舔狗的位置应该换一下 把她提到女主第一舔狗上 当吐槽完 中原红红就出现在了叶青晚家的房顶上 红红 下雨了 你骑在墙头上干嘛呢 这一觉让中原红红不知所措 陪我走一趟嘛 去哪儿 当然是去给沐云哥哥送点心啊 我听说她最近特别得陛下宠幸 陛下特意派她主持今年的年终祭典 她肯定累坏了 我特意做了点好吃的 犒劳她 中原红红看她笑眼如花 顿时心生警惕 犒劳 难不成是下毒了 还真是让她猜对了 无事不登三宝殿 叶青晚今天就是去给九王爷找麻烦的 九王爷都风光这么久了 她被陛下猜忌的剧情 也该提上日程了 中原红红下的脸色大变 你还是自己去吧 我怕见我一身血 爱去不去 我还怕你当电灯泡呢 很快叶青晚来到王府 叶小姐来得不巧 我家王爷她在跟李布尚书商议事情 明要不改日再来 有位拦住了叶青晚 我知道她在议事 所以我才怕她饿了 给她做了点心 有位脸色不是很好 皱着眉头道 叶小姐 王爷早已吩咐 意识期间不见任何人 说着张开双臂 要挡下她 结果手才张开 脚被忽然传来股锥心的痛 今晚拎着石河来看九王爷 可刚到门口就被有位拦在门外 王爷早已吩咐 意识期间 不见任何人 说着还张开双臂 要挡下她 结果手才张开 脚被忽然传来一股锥心的痛 惨叫一声 本能的弯腰抱着自己的脚 叶清婉才不理她 踩完就跑 小样 还敢拦我 问问你家王爷 还记不记得脑袋那一板砖了吧 等她闯进去 九王爷正低头 跟礼部尚书说着什么 看到她进来 立刻停下来 盯着她 叶清婉笑得一脸缠媚 适合往他们的文书上一放 沐云哥哥 你一时辛苦了 一定饿了吧 我给你做了好吃的 她端出一份芙蓉膏 送到她面前 然后扎好马步 等待着她的风暴输出 来吧 一巴掌把她打飞 让我见识一下你的男子气概 整盘糕点扣我脑门上也是可以的呀 来吧 没事 我头铁 九王爷看了一眼糕点 又看她扎好马步 一副等待被踹的模样 立即想起了她的吐槽 眉头瞬间皱在一起 先放着 我跟礼部尚书一玩意 跟你一起吃 说着 还伸手捏了捏她的脸颊 叶清婉没有一丝丝防备 像一道天雷直辟天灵盖 眼珠子都放大了两圈 错愕地盯着她 你干什么 一会儿陪本王吃你做的糕点 你先在一旁坐一下 原剧情是叶清婉给她送糕点 她不仅不领情 还直接一盘糕点直接扣她脑门上 然后她开始黑化陷害她 让她失去圣宠 被皇上猜忌 那现在她该怎么办 她没把糕点扣她头上 她怎么黑化 她没黑化 拿什么理由陷害她 南宫木云 你这个老王八蛋 你能不能有一次稍微配合自己一下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怎么这么乖 还是你饿了 那本王不易是了 咱们先去吃糕点吧 看着她慌乱而苦恼的模样 九王也表示很满意 小样 本王要是再让你得逞一次 我南宫木云四个字就倒过来写 说完直接把礼部尚书请了出去 叶清婉看着礼部尚书等人鱼挂而出 彻底傻眼 怎么突然变成双人独处模式了 这不对劲 这非常不对劲 不是饿了吗 还不过来吃 叶清婉扫了她一眼 老兄 麻烦你清醒一点好吗 你可是高冷傲娇外家艳女的男主角啊 对了 上次像也好像对本王有些误会 难怪她今天跟大变活人似的 原来是因为我爹被弟弟给她施压了 那就说得通了 毕竟这个时候 她还是要假意一副相府的 吓死我了 还以为剧情又崩了呢 突然她拉过叶清婉的手 喂本王 叶清婉愣住了 就问你的牙齿够不够坚固吧 敢让本姑娘喂 牙床都给你打碎 你不是一直扬言心悦本王吗 喂不喂 她忍了忍 只能硬着头皮 拿一块糕点送到九王爷嘴边 张嘴 你还真好意思吃啊 既然这样 自己今天必须黑化 她又不肯不配合的话 那就只能铤而走险 采取强制性措施了 她舔了舔舌头 有点不敢 她不会直接把我嘴打歪吧 死就死吧 为了跳出循环 豁出去了 你盯着本王做什么 你想做什么 叶清婉 你别冲动 有话好说 沐云哥哥 婉儿真的好喜欢你 今生非你不嫁 择日不如撞日 你今日既然对婉儿如此和颜悦色 不如就要了婉儿吧 说完直接上嘴 刚要亲上去 头上一痛 两个的头撞在了一起 瞬间两人顺势捂着各自的脑袋 今晚要对南宫沐云霸王硬上弓 可还没亲到 两个人差点撞成了脑震荡 可现在到这个节骨眼上 只能顺势而为 她摸着头 泪水连连地盯着她 沐云哥哥 你就这么嫌弃我吗 为了不亲我 不惜用头撞我 南宫沐云突然大脑荡击 是本王撞的你 他都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就看到他哭哭啼啼地指责自己 一时有点慌 我不是故意的 本王只是一时没反应过来 要不你再轻一次 这让叶青丸傻了眼 你这样我很难保持情绪啊 南宫沐云 我对你掏心掏肺 为了帮你 不惜赌上我相辅百名基业 结果在你眼里 我却是个倒贴钱的剑火 你宁可要一个小数女 都不肯正眼看我一眼 我何时要那个小数女吗 你真以为我叶青丸是嫁不出去了 死活赖着你是吧 我没有 九王爷一看他好像真生气 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我没说完呢 别打岔 既然你如此绝情 那就不要怪我了 咱们来日方长 你等着瞧吧 叶青丸放完狠话 转身就走 欧耶 黑话成功 转身就准备溜之大吉 但九王爷是真的急了 冲过来挡在他面前 你听我解释 我刚才真的不是要撞你 我只是没反应过来 要的就是你没反应过来 叶青丸自然不会听 我听你解释 那我还黑化个球啊 让开 历生急事的呵斥 别说九王爷愣住了 他自己都猛了一下 这好像是他作为女配 第一次凶男主 九王爷人都傻了 他真的生气了 晚晚 我真的没有 叶青丸一个字都不想听 他现在只想闪人 于是把珍藏了多年的 傻白甜女主台词搬出来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推开他就往门口冲 他一着急 直接捧起他的脸就亲下去 叶青丸感觉自己的脸被固定住 然后难过沐云的脸 在自己眼前放大 不等他反应 嘴上传来一丝冰凉 然后就是两人大眼瞪小眼 他脑子嗡的一声 瞬间荡机 现在能好好说话了吗 他亲了我 你呀的霸道总才看多了吧 还学人家强吻 叶青丸抬手就想给他打飞 让他见识一下花儿为什么这样活 很想动手怎么办 剧情人设都崩了 可现在怎么办 原本还很慌张的九王爷 看到叶青丸比他还慌张无助 瞬间就淡定下来了 甚至还有点想笑 小样 演不下去了吧 然而他高兴不到两秒 有为忽然冲了进来 叶青丸 你放肆 你竟然又欺辱我家王爷 简直恬不知耻 好好好 骂得好 不愧是你呀有为 简直是我的救星 等会让系统给你夹鸡腿 叶青丸趁机跳开 指着九王爷跟有为 气愤道 南宫沐云 原来你打的这个主意 假装接受我 其实是让你的下人来羞辱我 南宫沐云简直是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你们给我等着 今日之耻 他日必将你们加倍奉还 叶青丸念完台词 一溜烟跑了 剩下一脸猛逼的九王爷 跑得了一次 本王就不幸下次还能被你跑掉 他狠狠地刮了有为一眼 有为愣了一下 王爷这是生气了 也难怪 叶青丸如此轻薄王爷 王爷能不生气吗 可恶 就不该放那个女人进来的 有为还在自责自己没保护好他家王爷 完全没想到 他家王爷生气 是因为他坏了他家王爷的好事 王爷 都怪属下没看住那个姓叶的 让王爷受委屈了 你还是看好你自己吧 是是是 绝对不会有下次了 下次他就是打死属下 属下也不会让他踏进王府半步 九王爷无语 罢了 懒得跟他计较 反正讲了他也不懂 直接把他打发了出去 有为被轰出书房 感觉怪自己 王爷肯定是觉得受到了欺齿大辱 他必得将今日之事 告知夏小姐才行 于是修书一封 让人快马加鞭送到夏雪剑手里 夏雪剑上在休养中 看到有为的求救信 气得大发雷霆 叶青挽之不知廉耻的女人 居然还敢估计重施 他拽紧了拳头 你得我等着 我一定让你身败名裂 一无所有 他现在无法出门去安慰九王爷 于是准备写一封信 让丫鬟给九王爷送去 和丫鬟吞吐吐吐的说着 小姐 写信就不必了吧 我今早上买烟枝路过九王爷府邸门口 听街上的人说起 有人传言 以后但凡信夏的 都不许靠近九王爷 什么 夏雪剑一听这话 顿时断定是叶青挽干的 夏雪剑想要写信给九王爷 表示安慰 可当得知王府要将信夏的拒之门外时 愤怒至极 顿时断定是叶青挽干的 居然都敢在九王府附近安插人手了 这个叶青挽 是越发的目中无人了 不过他这么嚣张 夏雪剑倒是很开心 他越嚣张 证明他越狗急跳墙 叶青挽你等着吧 等我养好伤 下一个就收拾你跟相府 此时的叶青挽刚才从九王府中逃出来 吓得魂都丢了 至于夏雪剑关于他安插人手的指控 一无所知 因为他根本没安插人手 那些都是九王爷自己安插的 为的就是让夏雪剑永远不要出现在他面前 看叶青挽从九王府中出来 中原红红立刻驾马过来 哟 这是在九王爷府里碰见鬼了 逼鬼可怕一万倍 快走快走 这地方我一秒也待不下去了 你这么说我反倒更好奇了 怎么 九王爷打你了 中原红红戏谑的问道 我当宁可他打我 别问了 快走 叶青挽懒的跟他说 跟他也说不着 赶紧点开吐槽面板 这事有必要好好吐槽一番 哪怕没奖励 也非常值得骂两句 这个神经病九王爷 喵的 居然强吻我 他是有强吻的戏 但那是强吻下雪剑啊 他才是女主角 他是不是神经错乱了 误把我当成了下雪剑 还是纯纯的只是金虫上网 是个女的都行 幸亏我机智 硬生生的把剧情结构体掰了回来 也算是顺利黑化了 就是感觉黑化了个寂寞 黑化一圈 就得了男主一个强吻 同在马车的中原红红听到叶青挽的吐槽 直接不厚道的笑出声 外部的一脸排泄不畅的表情 居然是被抢吻了 你笑什么 叶青挽特好奇地看着他 这个家伙怎么怪怪的 周圆红红感觉收回笑脸 一本正经的道 没有 刚刚看到外面有个小孩被狗咬了 同时看到吐槽的还有柳盛 他没有笑 反而沉默地反常 他本是这些男主中最理智的 一开始得知剧情的时候 也是抱着一种看戏跟规避风险的态度 尽可能地顺着剧情发展 哪怕他后来数次对下雪剑动了杀心 最后都被李智给押了回去 可是今天看九王爷的反常行为 他有点怀疑 他是否真的在无形之中 对叶青挽产生了情愫 亦或是单纯与叶青挽对着干 可九王爷怎么知道叶青挽想干什么 莫非他也能看到叶青挽的吐槽 想到这 柳盛浑身一震 是 既然自己能看见 那别人也计可能是看得见了 也没说只能一个人看见了 如此说来 朝中局势又会因为叶青挽产生多大的漩涡呢 柳盛眼睛迷成一条线 找来石湖 这几日多留意一下九王爷 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行为 而下雪剑也生气 但没有别的办法 他现在根本无法靠近王府 只能拉着有为坐到一边喝茶 算是感谢他给自己通风报信了 我如今身体好多了 本想给王爷写信劝慰 奈何书信南送进王府 故而今日叫有为小哥出来询问一下王爷的情况 王爷自从上次被叶青挽轻薄之后 至今都闷闷不乐 不是故意冷落下小姐的 多谢谢有为小哥宽解 有为有些羞涩的低着头 对女主是怎么看怎么喜欢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 反正只要看到她 她心脏就蓬蓬的直跳 若是将来王爷与夏小姐成婚 她成了王妃 自己便只求每日能远远看她一眼 便足够了 夏小姐 你不用跟我客气 我一直觉得 只有像你这么好的姑娘才配得上我家王爷 你不用这么见乱 叫我雪剑就可以了 以后要是叶青挽还要骚扰九王爷 你记得第一时间告诉我 有为都不敢抬头 一个劲的点头 试探性的叫了一声 雪剑 夏雪剑也笑着回应了她一句 已告诉九王爷 我已经找到相府的破绽了 很快就能扳倒向爷跟叶青挽 有为眼中瞬间像有万束烟花盛放 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只能不断地点头 夏雪剑见她这副模样 更是眼嘴一笑 有为小哥 我今日 还在此处约了人 你看 有为很有颜色地告辞 跟有为分开之后 夏雪剑找到了黑衣人 虽然还不知道她的身份 但上次扳倒梁府 她确实帮了自己大忙 特别是她给的易容术 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简直让人叹为官职 你上次给的易容术很好用 这次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这是相府往年的收礼清单 你看看有什么用得上的地方 黑衣人给她递过来付清单 官员之间相互送礼是很正常的 只要金额不是很大 几乎跟贪污受贿沾不上边 虽然从礼单上看并没有大数额礼物 但光是这官员的数量 就足以见得相爷在朝中的权势 不仅盖过了所有皇子 甚至连皇上都隐隐有压不住他的势头 这是皇上最忌讳的事情 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即便找不到相府受贿的证据 但只要皇上觉得他有罪 那他也难逃一死 爱雪剑在锦罗密鼓的收集证据搬到相府 叶清晚这边又开始吐槽了 哈哈哈哈 我忽然想到一个很好玩的剧情 这熟悉又惊悚的笑声一起 众男主们瞬间警惕起来 这次又有什么奇葩的剧情出现 菩萨保佑 千万不要落到自己头上 众人皆是如此祈求着 叶清晚一笑 阎王都要绕倒 可见众男主之惊悚 本王愿意你沉沦 哪怕受千夫所指 我也不后悔 雪剑自幼谨小甚微 但是为了王爷 我什么都愿意 哪怕是死 哦了 是九王爷 跟他们没关系 柳盛等人立即松了口气 九王爷牙齿都快咬碎了 为何又是本王 叶清晚你是没剧情写了吗 总摆布本王做什么 九王爷又生气又害怕 本王又快被下雪剑那可怕的女人惦记了 实在是发自内心的害怕 连坐都坐不住了 赶紧找来轻位 有为 快去套马车 本王要进宫住几日 本王就不信了 都躲到皇宫里了 他下雪剑还能长翅膀飞进皇城不成 叶清晚丝毫不知道九王爷为了躲避下雪剑 已经搬到皇宫去了 继续吐槽 可中原红红已到了叶清晚的房顶 下雪剑好像已经得到了相辅往年的礼品清单了 这个卧底中原红红 还真是男主里最敬业的 他得了礼品清单之后 接下来就要逐一击破送礼的官员 以清单为要挟 把能拉拢的都拉拢到自己这边 这其中柳盛可是帮了大忙 至于沉沦 应该就是夜晚吧 下雪剑邀请南宫沐云在城外小湖边 两人花钱月下 你们我浓的 好一对吃南院好啊 哎 这半夜的 我还要提前去湖边蹲个点看戏 这天气怪冷的呢 听到这吐槽 中原红红从房顶上掉在了地上 他也很郁闷的 小爷没给他礼品清单 压根不是他干的呀 到底有事谁把屎盆子往小爷头上扣 此时九王爷已经来到了皇宫门口 有为却追了过来 王爷属下有要事禀告 九王爷回头看着他 有为气喘吁吁跑过来 王爷 下小姐约您今夜城外湖边一见 她说有很重要的事情与你说 不去 你去告诉他 以后都不要找本王 本王跟他没什么好说的 说完静止入了宫 他还庆幸自己机制 入宫避难 他下雪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 也不可能进皇宫来跟自己沉闻吧 有为看着自己王爷走远 虽然很着急 但也无可奈何 只能又快马加鞭地跑回去跟下雪剑传递消息 王爷是有什么其他急事吗 有为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不过看王爷确实很着急的样子 估计陛下急照吧 下雪剑抬头看了看快下山的太阳 这个时候 陛下能有什么急事 一般来说 外臣入夜之后是不许入宫的 他很快想到了叶清晚 莫非是叶清晚知道他今晚邀约见王爷 所以使了什么诡计 让陛下把王爷召进了宫里 故意让他们无法相见 我跟你见面的是 还有谁知道 叶清晚知道吗 有为很认真的想了想 顿时一拍脑门 好像碰到过乡府出来采买的婆子 会不会是他通风报信 那便是他了 有为也同仇敌愧 没错 一定是他 这个女人太可恨了 下雪剑有点为难 可是 我今夜约了那些愿意弃暗投明的官员暗中会面 如果王爷不去的话 他们恐怕不会信我 你先不要难过 容我想想办法 有为也着急 看不得下雪剑受半点委屈 正焦虑的想办法 要不这样 我去 有为突然提议 下雪剑皱眉 你去 对 我身形跟王爷相似 又熟悉王爷的一言一行 再换上王爷的服饰 应该能有个八分项 下雪剑一听也觉得可行 毕竟这些官员大多是地方官员 一年也就入京数值一次 很多连九王爷的面都没见过 阿雪剑将视为有为装扮成九王爷 经过一容一番 又穿上从府里带出来的九王爷的衣服 连下雪剑见了都晃了一下神 差点误以为是九王爷来了 还真是一模一样 雪剑 你真有本事 有为忍不住赞叹 于是学着自家王爷的腔调随口道 雪剑 那咱们这就走吧 下雪剑闻言 扑刺一声笑了出来 连腔调都一模一样 于是主动牵着他的手 跟他一到上了门口提前准备好的马车 虽然知道他不是真的王爷 但看着他酷似王爷的脸 他还是忍不住心动 牵着他手的时候 他的心里已经默认了这是王爷 他跟王爷 本就该这么亲密 下雪剑跟九王爷手牵手上了马车的事 很快被石狐通报给了柳盛 柳盛难以置信的皱眉 已确定你没看错 石狐很笃定地点头 老爷 绝对错不了 那人就是九王爷 不只是相貌一模一样 连严刑举止都完全一样 柳盛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 九王爷匆忙入宫了吗 这才过去多久 他怎么又在宫外跟下雪剑牵手了 石狐也想不明白 可两次都是他亲眼所见 或许九王爷入宫只是虚缓一枪 实则他是借着入宫的掩护 去见夏小姐 这怎么感觉他说反了 同样得知九王爷跟下雪剑手牵手上了马车的 还有叶清婉 当时他还怕九王爷那个崩塌的人设 会不会乖乖地走剧情呢 万一他不从 西就一锤子敲晕他 直接拖到夏雪剑的床上 看看这小说的名字 不睡怎么成婚 这古人就是麻烦 睡一觉都搞那么弯弯绕绕 要是现代爱情剧 男主第一集就爬上女主的床了 等众官员领命而去 人都走光后 夏雪剑跟有为才找了一个隐秘的良亭坐了下来 雪剑 你真是聪慧过人 若今日没有你在身边 我也不敢与那些高官阔论 我家王爷能得你的助力 简直三生有幸 有为现在说话的腔调跟九王爷越来越像 夏雪剑也不知不觉中把他当成了九王爷 这是我应该做的 而且这才刚刚开始 想要扳倒相扶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接下来我要拉扰柳盛 他才是最大的助力 此时一个打羹的人路过 已是二羹天 看到两人在凉亭上窃窃私语 忍不住嘀咕 这二位还真是热爱世辞啊 大半夜的还在此处对月吟尸 嘀咕完往前走 忽然见到躲在树后面的叶青碗跟中原红红 一愣 这二位也是一样热爱 今夜热爱诗词的还真多呀 刚嘀咕完 柳盛带着石虎也从树后探出头 再走出不远 迎面遇到跟踪过来的九王爷 人都傻了 半天才感叹到 大鱼有这群好学的年轻才俊 闻谈不愁不兴盛了 九王爷方才听到叶青碗的心声 才知道他和夏雪剑在湖边手牵手 还要去湖边捉他的肩 他倒要看看凭空怎么就又冒出个坦 大雪剑居然让九王爷的侍卫假扮九王爷 可惹来了所有人观看 叶青碗跟中原红红远远看着梁亭内的两人 中原红红忍不住问 咱们什么时候去抓奸 他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把早就准备好的黑纱布条绑在眼睛上 勉强能失误 但是应该是看不清细节 你干什么 叶青碗一脸猛 可中原红红毫不忌讳的道 撕衣服啊 我负责撕 你负责看 叶青碗就很无语 不过想想好像这才对得上他的人设 他虽然是卧底 但后期逐渐沦为女配的专属舔狗 除了女配 他谁都看不上 等他们开始动手动脚 咱就冲过去 边撕他衣服边骂他不要脸 然后南方为了保护女主 怒扇他一嘴巴 再把他丢进湖里 扬长而去 他因此彻底记恨上了两人 发誓一定要搞死这对狗男女 现在万事俱备 红红 以自去找个最佳观测点准备看戏吧 不得不说 九王爷还是会玩啊 夜黑风高夜 把女主带到四下无人之地 还不为所欲为 会玩会玩 可惜啊 他大概是做梦都没想到 姑奶奶我早就选了个好位置 等着他表演了吧 夜清碗像一个吃瓜群众 紧张刺激的等着看好戏 甚至摸了摸口袋 瓜子花生小板凳 准备好 好戏就要开场了 但是一摸 口袋是空的 卧槽 忘记带了 于是用胳膊肘撞了撞旁边的红红 带瓜子了吗 瓜子没有 花生米要吗 要 然后对方递来一包花生米 他接过 还抽空跟他说了声谢谢 刚说完 他就发现不对劲 你不是在树上吗 怎么 谁在树上 老太傅 有剩去一把捂住他的嘴 嘘 别叫 会被发现的 夜清碗推开他 压低声音道 你怎么在这 看你最近不肯理我 怕你还误会我 所以过来解释 结果看到你鬼鬼祟祟的出门 就跟过来了 夜清碗无言 他跟他解释什么 他能误会什么 人家男女主好不容易沉沦一次 这么多人为官合适吗 如果我能听你解释 你能走吗 那不是九王爷跟下雪剑 他们在做什么 柳胜故意指着他们问 夜清碗立刻细经上身 孤男寡女 生更半夜的 还能干什么 肯定是风花雪月啊 还能抄佛经 柳胜深以为然地点头 有道理 来吃粒花生米 慢慢看 说着一粒花生米塞进他嘴里 也不管他愿不愿意 继续道 你不是怀疑我喜欢下雪剑吗 我来看看我喜欢的人 怎么跟别的男人花钱月下 真想摸摸他额头 看看他是不是发烧了 他到底在干什么 他喜欢的人都要跟别人那啥了 他居然这么淡定 果然是能干大事的人 宰相肚里能撑传 格局算是让他玩明白了 劳架 边上挪一挪 留个位置 等看清来人 夜清碗跟柳胜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 死死盯着他 跟见了鬼似的 夜清碗回头看看他 又看看梁亭那边 下的话都是不利索了 那他 什么你你他他的 九王爷终于挤了进来 还顺手从夜清碗的掌心里掏一把花生米 看到哪了 夜清碗这时才反应过来 你他喵的隐分身啊 如果他们身边这个是九王爷 那梁亭里那个是谁 鬼吗 你怎么在这里 你现在不是应该在脱下雪剑的衣服吗 你们大概是误会了 如果我没猜错 下雪剑身边站着的 应该是我的侍从 有为 夜清碗伸长脖子 眯着眼睛死命的盯着梁亭上那个人看了很久 好像真的是有为 果然是他搞错了 有为闲着没事 毕容成这样 还穿他家王爷的衣服出来吓跑什么 这不是浪费他时间吗 不对劲啊 下雪剑怎么能跟有为约会啊 还被男主男二男三同时看见了 他们还一点都不生气 搞飞机啊 沐云哥哥 你看啊 你喜欢的女人 居然跟一个假扮成你的下人优惠 你还不生气 不去撞破这对狗男女 但九王爷根本没动 我可不喜欢他 夜清碗真是头疼啊 你自私根个扶不起的阿斗似的 你胡扯 你不就是为了他才拒绝我的吗 我拒绝你 可不是因为他 九王爷丝毫没觉得这话有什么问题 更何况 本王何时真正拒绝过你 九王爷拉着夜清碗的手说道 有些话 九王爷非要今夜说开吗 柳胜一把将夜清的手抢了过来 王爷和太傅吵起来了 夜清碗不知道他们怎么回事 突然就对质起来了 九王爷方才说拒绝他不是因为下雪剑 又是什么意思 本王做什么说什么 想必太傅无权干涉 南宫沐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与聪明人说话有一桩好处 便是我与王爷心照不宣 都在隐瞒某件事 若王爷先说出来了 恐怕本官瞒不住了 夜清碗有些傻眼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啥 终于夜清碗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明白了 你说拒绝我 不是因为下雪剑 原来 你还有别的女人 真没想到他居然是这样的人 你说又是哪个下三滥的女人敢勾引你 一个下雪剑还不够 居然又找了一个 你对得起我吗 那真的是太好了 感谢老天爷送来的人头 夜清碗内心狂喜 但表面又不得不表现的愤怒 难怪我家里下人一大早就看到你家有为去找下雪剑 原来你们早就密谋好了 算计我了 本王不曾 九王爷有口无言 你其实早就跟下雪剑密谋好 让有为假扮成你 跟他一块招摇过世 引起我的注意 让我误以为你们要行不轨之事 冲出去要撞破你们 然后你就可以带人冲出来 污蔑我无理取闹 发疯 好趁机向陛下撞到我跟我爹 九王爷无语 现在明明是他在污蔑自己 本王就不信这事情还说不清了 他忍够了这本垃圾小说了 直接拆穿他 结果一出口就成了 对 就是本王做的 话音刚落 三人都傻眼了 九王爷傻眼是因为 本王说的明明不是这句 柳胜傻眼的是 这个九王爷真是猪队友 明明没做 你认个球啊 这不是正和叶青婉的意吗 叶青婉傻眼的是 明明是自己为了计划矛盾瞎掰的 他怎么就认了 难道他之前真的打算这么做吗 我丢啊 好阴险一男人 还好本姑娘有系统护体 误打误撞识破了他的阴谋诡计 不过既然你认下了 老娘绝不可能放过 这只在南逢的黑化良机 好啊你们这对狗男女 果然是在算计我 蛮功怒云 亏我这么多年全心全意的爱你 为了你掏心掏肺 没想到你这么绝情 不仅算计我 还想算计我们相辅 从今以后 我跟你恩断一绝 还有下雪剑 你给我转告他 我叶青婉这辈子不杀了他 是不为人 OK 彻底闹掰 还省了掉进河里那一步 这额摇头的柳胜 柳胜真是醉醉的了 眼看剧情都要往 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了 结果居然被叶青婉给圆了回来 戏经果然名不虚传 王爷 那件心照不宣之事 日后再则良机告诉他吧 今夜 恐怕没机会了 本王没机会 太夫就有机会吗 在他眼中 你与我有何分别 自然是有的 此时下雪剑与有为 从亭子里走了线来 王爷 你听我说 不是你看到的这样的 滚 九王爷连余光都没有给他 转身就走 叶青婉你给本王解释清楚 你这个黑心肝的 居然睁眼说瞎话 叶青婉回到乡府的第一时间 就是把自己的房门 窗户全部锁死 想了想还是觉得不够保险 把椅子推进去 抵在门上 这下万无一失了